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公司开视频会议的时候,我不小心把老大错喊成了老公,满屏666。 我妈了,更没想到,竹马上司挑眉,嗯,有事。 啊,我扣紧了脚趾。 老公叫出口后,我默默看了一眼会议在线人数,苏和李的头像占据着大半个屏幕,隔着手机,我都能猜到他那见兮兮的表情了。 手机不断震动,同事们各个头上顶着八卦这两个字。 我欲哭无泪,想解释时,偏偏苏和李还结束了会议。 我忽然有点私事,会议明天再继续。 完了,感觉更加解释不清了。 手机嗡嗡嗡地震动,苏和李发来了视频。 我照了下镜子惊了一跳,这是哪来的猴屁股? 江西西,刚才没听清,再叫一声,我听听。 下次人少的时候叫,别把私事放大化。 我的脸颊更加滚烫了。 我从床上跳起来,开始无能狂怒。 我那是口误。苏和李没说话,但嘴角上扬的弧度,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不怀好意。 我其实一直想不通,我跟苏和李之间的羁绊是怎么做到这么深的。 好像只是因为他和我一起住在家属大院。 我们俩时而向战友,时而又向天敌。 两家聚会上,不是他哭就是我好。 现在仔细想想,我们俩彻底结下梁子,好像是因为高中一个平平无奇的晚自习。 单纯是因为我收了一个男生的零食,没有分给他吃。 苏和李气得脸红,江西西,我要把你压在我的五指山下。 谁能想到,当初的一句戏言还真让他给做到了。 苏和李非常无礼,一身反骨。 小学的时候,我留了辫子,他每天拉着我的马尾喊驾,驾。 我被他烦得到他家哭了一鼻子,直到看着他被苏叔叔抽了一顿才解气。 初中的时候,我妈给我带的午餐,几乎有一半都进了他的肚子里。 后来高中了,我终于和他不是一个班的了。 但是有男同学和我约好了放学一起回家,苏和李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自行车放了气。 我气得让他把我的车一路扛回了家。 但是那货还在后面刺着大牙一直笑嘻嘻。 所以我立志,大学一定要离这个凡人惊远远的。 结果也真的如我所愿了。 苏和李的分数比我低一些,我们俩的大学一南一北。 走之前,他和我哭唧唧,姜嘻嘻,一个人在外地照顾好自己。 呵呵,血腰,你不在就是我最大的福气。 自游了大学四年后,爸妈说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作。 六显二斤,吃住全勉,月薪八千。 我高兴地直接飞奔回家。 入职当天,苏和李笑咪咪地坐在我的办公室里。 江西西,好久不见。 我咬牙,哈哈哈哈,我现在走还能不能来得及。 当然可以,我转头就走。 大而后传来他轻飘飘的声音,按照三个月的薪资赔付违约金哦。 就这样,我呀真的被苏和李压在了他的五指山下。 在去公司时,同事们个个冲我几眉弄眼。 甚至还有几个关系要好的碰碰我的肩膀。 老板娘,我无奈跑到苏和李的办公室。 苏,办公室里有人。 我,抱歉,我一会再来。 同事们对视一眼,又看了看苏和李的脸色,竟然走得比我还快。 一阵风过去,只剩下我和苏和李两个人了。 苏和李扬了扬眉,吊儿郎当地靠在办公桌边。 一晚没见,就这么想我了。 我咬牙,给了他一拳,昨晚我真的口误,你快去解释。 这对你的影响也不好,是不是? 苏和李捂着胸口夸张地倒吸着凉气。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我虽然是老板,也不能硬生生把黑地说成,我又把手抬了起来。 苏和李倾壳两声整理了下西装,各部门注意,九点准时开会。 我满意地点头,晚上我妈叫你去我家吃饭。 对于苏和李的配合,我倍感意外。 大概是哪根筋忽然搭错了。 不过我得趁着他满身的反骨,还没觉醒之前,赶紧解释清楚这件事。 不到九点,我已经礼貌性地拿着笔本去了会议室。 但是大家居然比我来得还早。 放眼整个会议室,只剩下苏和李右手边的地方还有一个位置。 在所有人意味深长的眼神中,我硬着头皮坐了下来,苏和李来后面不改色地坐下。 继续昨天的会议内容,他洋洋洒洒地说了十分钟。 我如坐针毡,急得用脚在桌下踢了踢苏和李的小腿。 他忽然一顿,又看了我一眼。 说一句题外话,我双手期待地放在胸前,满脸真诚地看向了所有的同事。 解释啊,快点解释一下。 今天我在公司听到了不少风言风语。 苏和李用指尖扣了扣桌面,大家请把重心放在工作上,不要过于关心领导的私生活。 当然,如果我这边有什么其他的情况,也会第一时间邀请大家的。 我一愣,将硬着脑袋回头看了苏和李一眼。 他说什么? 同事们一阵面面相去后笑了。 那我们先恭喜老板了。 越描越黑,说的就是这个吧。 苏和李的嘴角轻轻上扬着,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 同事们散去后,我回过身给了苏和李一个忧怨的眼神,但却一不留神挥到了苏和李的水杯。 热水直直地洒到了苏和李的裤子上。 哎呀,好疼。 江西西,你好狠的心啊。 苏和李的裤子冒着一缕一缕的蒸汽。 这是开水。 我忙蹲下来,一边拍打一边扇风,对不起,你别毫了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很,话没说完,会议室的门又被推开了。 苏和李瞬间闭嘴,大手还压在了我的头顶上。 同事愣在了门口,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 那个,我什么都没看见,你们继续。 这都什么跟什么?收回目光时我看了眼玻璃。 我半跪在苏和李的脚边,刚刚看过去时还嘴巴微张。 再看看苏和李,大概是疼的,脸颊通红。 很好,彻底解释不清了。 我自闭了。 现在公司里人人都传我是老板娘。 说我们在会议室里做让人脸红的事,已经实锤了。 可是,我跟苏和李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 这几年我们一起和双方父母斗智斗勇,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才磕磕绊绊地长大。 就像孙悟空和猪八戒,取经成功后会成为夫妻吗? 为了避嫌,下班后我先断了。 到家后,我妈先伸着脖子往我身后看。 苏和李呢? 你们两个怎么没一起回来? 我头都没抬,她公司有事,今晚来不了了。 话音落,苏和李就从门外探尽头来。 我公司什么时候有事了? 不过她今天为什么穿着短裤就来了? 老妈在我的额头上戳了两下,还没等我说话, 苏和李又去告状了。 兰姨,我今天差点就来不了了。 姜熙熙公报丝绸,你看她把我烫的。 我看她卷起短裤的边边,直接把大腿处的一片红印露了出来。 老妈惊呼一声,连锅铲都放下了。 这用什么烫的? 有没有水泡? 上药了没? 苏和李满脸委屈,没有。 我让她等我一起下班,她说有事先走了。 老妈抬手就冲着我挥了过来。 在老妈看不见的地方,苏和李冲我半鬼连土舌头。 还躲,赶紧去给苏和李擦药。 我瞄了一眼苏和李的大腿。 烫伤的地方在膝盖上面一点,但是男女瘦瘦不轻啊。 我婉拒,但老妈却直接把药膏塞进了我手里。 你别小看烫伤,最疼了。 小时候你被暖气烫出了水泡,还是苏和李巴巴地哄了你一下午呢? 我晃了晃神。 也是,苏和李还是很惦记我。 我就是在他时不时地呵护和摧残中长大的。 苏和李把药膏拿走了,我还是自己来吧。 还想告我的状? 不可能。 苏和李的腿确实红了一大片。 愧疚涌上心头,我用棉签沾上了药膏,帮他轻轻擦了擦。 现在还疼不疼? 我帮他吹了吹,就像小时候我被同学欺负摔破了脸。 他捧着我的脸,问我时疑啊。 苏和李没说话,抬头看了看他,却发现这家伙的耳尖通红。 我家很热。 苏和李挠了下头发,眼神飘忽地侧过了脑袋。 热,真的很热。 我看了眼空调,明明开着十八度呢。 晚上吃饭时,他和我爸在桌上聊得火热。 黄灯灯的酒水一次次倒入杯底,终于在他快要喝趴下的时候。 我用手盖住了他的酒杯,喝多了一会儿没人送你回家。 爸妈顿视一眼,这才笑着下了饭桌。 当然,送他回家的任务非我莫属。 苏和李的大半个身子都压在我的身上,我扶着他走得亮亮呛呛。 但在把他赛上车的时候,苏和李拉着我的手腕,连同我一起带了上去。 喂,苏和李。 我压在他的身上,小心脏猛然加速。 苏和李,松手,我送你回家。 我微微挣扎着,苏和李的手掌却忽然落在了我的后背上。 不要动来动去的。 这该死的气泡因,夏天,我们都穿得轻薄。 背后那双大手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短袖落在我的脊背上,热得我发烫。 苏,苏和李。 我的脸颊忽而滚烫,一定是锅躁的蝉鸣惹的。 喂,放开手,我要去开车了。 苏和李不仅没松手,到底还迷迷糊糊地加大了力道。 我说了要把你压在我的五指山下,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 但是心脏不知道为什么狠狠地跳了下。 夜幕里像是亮起来了光。 苏和李家里的密码我一直都知道。 只不过最近为了避免人多嘴杂,我已经很久没来了。 喂,你坚持住,不许吐啊。 我把苏和李安顿在了床上,又把垃圾桶放在了床边。 等着,我去给你冲一杯蜂蜜水。 我直奔冰箱,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水果蔬菜后有些惊讶。 苏和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做饭了? 我在冰箱里翻找了一遍,也没发现那瓶蜂蜜。 我买的那瓶,直到我放弃蜂蜜拿起酸奶的时候, 我在厨房的垃圾桶里看到了蜂蜜罐子。 吃完了? 可走近一看,还剩下大半瓶。 我抿了抿唇。 三分钟后,我在柜子里看到了一瓶未开封的蜂蜜。 上面还贴着一个便签。 那牌子的蜂蜜不好, 我给你换了一瓶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 我看了看蜂蜜,又看了看冰箱。 这是有其他女人进了苏和李的家了。 她这个矫情大王,居然会让其他人进她的家, 还帮她置办东西填满冰箱。 苏和李谈恋爱了。 我把自己买的那瓶蜂蜜带回了家。 诶,这不是我跟苏和李从小喝到大的蜂蜜吗? 那瓶蜂蜜已经在我的床头摆了三天了, 我一直都没想明白。 苏和李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上次因为她的解释, 公司里人人都认为我是预备老板娘了。 之前不知道还好, 现在知道了, 我是不是应该主动结束这场闹剧。 我守在苏和李的家门口蹲点, 没等到苏和李, 但却等到了冯怡。 希希, 你怎么不进去? 我有点心虚, 但又忽然觉得走迂回路线也不是不可以。 于是我挽着冯怡的胳膊, 阿姨, 我再等苏和李一起去上班呢。 不过最近苏和李有点怪怪的, 她是不是谈恋爱了? 冯怡比我还要惊讶, 差点直接冲进去质问她。 幸亏我速度快及时, 把她拦住。 阿姨, 这件事交给我, 还是我帮您打听打听吧。 冯怡看了看我, 眼神中带了一丝 我没看懂的复杂情绪。 最后临走前还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等了苏和李一起上班, 她还像小时候一样捏我的脸颊。 江希希, 谁惹你生气了, 大清早怎么不高兴? 我没不高兴, 我只是懊恼刚刚自己的行为, 实在有点冲动。 我拍开她的手, 第一次钻到了后排的座椅上。 苏和李轻轻择了一声。 我看向窗外没说话, 默默地盘算着一会要如何开口。 苏和李, 那天晚上我口误的是, 你怎么不和大家好好解释? 搞得大家都误会了。 苏和李勾着唇角, 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我解释了呀, 我说如果有什么其他情况, 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看着她的侧脸, 脑袋里好像忽然闪过些什么。 直到办公室里, 我才抓住重点。 是啊, 苏和李只是说有什么情况, 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直自未提我。 她说的, 应该是给她填满冰箱的那个女生吧。 我开始刻意跟苏和李保持距离了。 因为要避险, 我不想做汉子表。 但是老妈不知情, 还一再让我邀请苏和李回家吃饭。 我统统拒绝了。 饭桌上, 我有些食不知味。 苏和李最近这么忙吗? 以前一周都要在咱们家吃四天饭的。 我心不在焉地戳着米饭, 以后大概一直都不会来了。 爸妈紧张地一起放下了筷子。 你们吵架了? 我摇头没说话。 苏和李虽然一直在明面上欺负你, 但其实对你好着呢? 我们当父母的都看在眼里, 你可不许欺负人家。 我垂眸没说话, 但眼前却渐渐模糊成了一片。 怕爸妈看出来端倪, 我强行把饭菜塞进了嘴巴里。 红烧肉明明很香的, 可我一点味道都没尝出来。 心底没有来的失落。 我甚至分不清自己为什么感到沮丧。 是因为苏和李有了女朋友, 却没有和我说。 还是单纯的因为她有了女朋友? 当初因为苏和李的故意安排, 我和她的办公室 只有一扇百叶窗的距离。 正工作着, 苏和李就忽然扒拉开百叶窗, 露出两只眼睛来。 江西西, 我想吃阿姨做的糯米鸡了。 我强忍着扭头, 看她的冲动, 手下的键盘被敲得霹雳啪啦响。 不好意思, 我妈不会做糯米鸡。 苏和李在旁边气得跳脚。 怎么可能, 那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我打字的动作一顿, 还是扭过头瞪了苏和李一眼。 她这不是渣男举动吗? 自己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还要去我家吃饭。 虽说是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 但终究还是要避嫌。 我懒得和她纠缠, 第二天直接请了假。 苏和李和我耍皮, 不批, 想请假用糯米鸡来换。 我叹了口气, 把请假申请换成了辞职信。 这次苏和李直接发过来了六十秒的语音方阵。 哎呀, 心情不好就出去玩一玩。 带心休假呀。 那瓶带回来的蜂蜜被我吃得差不多了。 难道是错觉? 我好像也觉得没有了从前的味道。 我跟苏和李半个月没见。 期间, 倒是平仪总是会来家里串门。 两家人看最近天气好, 突发奇想, 周六一起去郊游。 我, 我周六好像有事。 老妈一个眼神飘过来, 你都在家里窝了半个月了, 能有什么事? 周六那天, 苏和李对我还像往常一样的热情。 他没事人一样地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 在家休息好了没? 什么时候去上班呢? 再不去, 可有人顶替你的位置了。 两家的父母都看着我们笑得意味深长, 但只有我知道, 苏和李这是遭人唾弃的渣男行为。 我一脚把他踹开, 不去, 我不干了。 苏和李风中凌乱, 我则率先跑到了前面。 盛夏合着蝉鸣, 我怕热一直躲在树印下面走。 眼看到前面一片烈日的时候, 我在低头翻着书包里的伞。 墨, 给你。 小黄鸭的雨伞卷得公公整整的。 喝水。 苏和李把瓶盖拧开了地到我面前。 我正了正。 干嘛? 苏和李甚至还掏出来了扇子帮我扇风。 现在知道割好了。 来, 你看看我包里都是什么。 我这次才发现他爬山背了个好大的包。 他拿着里面的东西挨个给我介绍。 防晒霜, 水, 遮阳伞, 小风扇。 甚至最后还掏出来了一双运动鞋。 我彻底愣住了。 但两家父母却是已经司空见惯。 原来苏和李的这个习惯是从小养成的。 这是他每次和我一起出门的基本操作。 爬山穿什么板鞋? 坐下换了。 苏和李率先坐到了一块石头上等着我。 我书弟红了眼睛, 一声不吭地转头又继续往前走了。 我大步大步地走, 也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其实我没有什么运动细胞, 爬山是我最讨厌的运动之一。 以前都是苏和李拉着我爬的。 江西西, 要不要坐下来些会喝口水。 他越喊, 我走得越快, 像是开启了瞬移的技能。 但是身后的人忽然见兮兮地开嗓, 声音懒洋洋的。 嘴巴里喊着, 一二一, 一二一。 我脑急了, 停下来回头瞪着他。 苏和李笑盈盈地跑上来递过一瓶矿泉水。 到底是谁让你生了这么大的气? 喝口水再走, 我给你喊口令。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质问的话已经到了嘴边。 可明明就是那一句谈恋爱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却让我觉得难以启齿。 我没事, 不想喝水。 我往后面望了望, 两家爸妈已经被落在后面好远好远了。 可是苏和李, 你才是最应该和我保持距离的那个人啊。 有了女朋友还对我这么亲密, 这不道德呀。 苏和李没在吭声, 就那么不远不近地在我后面跟着。 我快他也快, 我走不动了他甚至还会超过我, 跑去前面的石头上坐着。 谁会找这么一个凡人精做男朋友? 气死人了。 苏和李在前面冲我喊, 快点走啊, 你嘟嘟囔囔说什么呢? 我咬牙, 这已经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了。 这关乎我的尊严。 今天要是爬不到山顶, 还不知道回去后要被他怎么嘲讽。 我趁机超过了苏和李, 但在路过一片草丛的时候, 杂草中突然窜出来一条蛇。 我吓得惊呼一声, 不远处的苏和李马上就跑了过来。 怎么了? 别过来。 我害怕地带了哭腔, 有蛇, 有蛇。 那蛇不大也不小, 身体黑油油的亮的反光。 我两条腿在裤子里面打晃。 江西西, 你别动, 你千万别动啊。 我不敢动, 苏和李却半蹲着身子, 慢慢绕到了蛇的后面。 你干嘛? 别乱来, 万一有毒怎么办呢? 我大概知道苏和李想干嘛了。 他猛一凑近, 那条蛇就往他那边爬了过去。 我心头一紧, 苏和李却冲着另一个方向扔了个石头。 快点跑。 但紧接着, 我又听到苏和李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蛇在苏和李的胳膊上咬了一口, 两个血洞明显得很。 我吓得额头上冒出来了一层冷汗。 苏, 苏和李。 完蛋了, 蛇呢? 我顾不得害怕跑了过去, 刚才那蛇有毒没毒, 疼不疼? 你有什么感觉没有?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但声音还是忍不住地发颤。 苏和李脸色同样有些发白。 他刚想说话时, 又猛地把我拉到了身后。 蛇, 刚刚咬了他的蛇, 还在草丛里嘶嘶嘶地吐着杏子。 我顾不得害怕, 拿出手机就拍了张照片。 苏和李, 你别动。 我拨打了救护车的电话。 医护人员告诉我要对被咬的地方施压。 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力气, 我直接撕开了自己的外套。 江晓晓, 你, 你别说话。 我含着泪瞪了苏和李一眼, 满脑子都是万一他中了蛇毒怎么办。 现在开始哪里都不能动了, 等着救护车来。 我用衣服把苏和李的胳膊牢牢绑住。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胳膊还能不能动, 还有没有知觉。 苏和李唇色有些苍白, 你不是说不让我动吗? 我气得掉眼泪。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贫嘴呢? 好了好了, 你别哭, 我没事。 江西西, 你担心我对吧? 我没说话, 想起曾经看过科普, 怎样利用工具吸出蛇毒的方法。 我把背包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全倒出来, 找到保温杯, 摸出干纸巾。 有打火机吗? 苏和李默默从贴身口袋里, 摸出我曾送她的打火机。 我把纸巾点着扔进保温杯, 然后快速把杯口贴在伤口上, 保温杯被吸附在苏和李的腿上。 江西西, 你, 闭嘴。 我瞪她。 大约过了半分钟, 我把保温杯拔下来。 红色的血, 是不是没毒? 我稍稍放心了些, 但苏和李的身子却软了下来。 她靠在我肩膀上, 整个人看起来都有气无力的。 不知道, 我的胳膊好像有一点点麻了。 救命, 我大概要死了, 你别管我了, 以后记得帮我照顾我爸妈。 我吸得更加用力了。 眼泪一颗一颗的砸在苏和李的胳膊上, 她的汗毛都被眼泪打湿了。 要照顾, 你就自己照顾。 就算你死了, 还有你女朋友帮忙照顾, 和我没关系。 余光中, 苏和李好像抽了抽嘴角。 但没等他说话, 双方的父母也爬到了这边。 半小时后, 救护车已经赶到了。 车上坐不下那么多人, 两家人一致同意让我去。 医生, 我儿子有什么意外让他签字就行。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胜死。 我稀里糊涂地上了车, 苏和李紧张地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 别怕, 再坚持坚持, 咱们马上就到医院了。 坚持住啊。 医生看了我一眼, 刚想说话就被苏和李的咳嗽打断了。 江西西, 以后我这条胳膊要是残废了, 你要对我负责。 我这条胳膊已经没有知觉了, 我估计很有可能保不住。 他说着说着还流出来了两行眼泪, 浓浓的愧疚感缠绕在心头。 我要是没有走那么快就好了, 说不定就不会遇到那条蛇。 你放心, 我用袖子抹了一把眼泪, 要是你因为蛇毒出什么事, 我会对你负责的。 毕竟, 苏和李是为了救我, 否则现在躺在这里的人就应该是我了。 苏和李还想说些什么的, 但是医生看了他一眼, 闭目养神, 保持体力, 好好休息吧。 我连连点头, 一句话都不再跟苏和李说了, 只希望救护车能开快一点, 再快一点。 到了医院后, 苏和李直接被推进了手术室。 我早就把毒蛇的照片发给了医生。 医生, 求您了, 赶快准备血清吧。 医生看我一眼, 直接被护士拉进去了手术室。 我在手术室门口急得来回踱步。 这么大的事, 要不要通知苏和李的女朋友一声。 我心里乱糟糟的一片, 满脑子都是苏和李, 不管不顾冲上来救我的画面。 中了蛇毒很危险的, 可他却毫不犹豫。 苏和李的包被救护车上的医生, 随手扔在了病房门外。 我轻点着里面的东西, 眼前却越来越模糊。 苏和李的包里, 全部都是为我准备的东西。 甚至就连姨妈筋都放着一包。 我看了眼日历, 马上就到日子了。 我蹲在包包旁边哭的肩膀都在颤抖。 苏和李真混蛋。 明明已经有女朋友了, 为什么还对我这个邻居妹妹做到这个份上? 王八蛋, 坏透了。 我流着眼泪骂了一声, 但身后居然传来了一声轻笑。 还是那个剑嗖嗖的声音。 我坏透了, 那你还哭得这么伤心? 哭声戛然而止。 苏和李的胳膊上缠着绷带, 就静静地站在我身后。 还是那副样子, 眉眼含笑, 满脸臭屁。 我胡乱抹了抹眼泪, 错愕地起身。 这, 这么快就好了吗? 苏和李扯了扯唇角, 我服大命大。 怎么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见我不说话, 苏和李弯腰凑近了些。 江西西, 你怎么看起来有点失望的样子? 人群中不知道从哪里路过了一位医生, 他笑着看我们。 刚刚你进去手术室, 你女朋友在外面哭得肝肠寸断的。 你女朋友简直太关心你了哦, 真让人羡慕。 苏和李笑得春风得意, 我刷得红了脸。 不是, 我, 苏和李握住了我连连摆动否认的手。 回家, 这蛇毒我放心不下, 还是要拉着苏和李去问问医生。 一路上他都十分抗拒。 哎呀, 已经给我看好了, 没事了。 我不去, 我真的不去。 这还能由得了你。 我把他推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医生, 我们这个后续,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医生只瞄了一眼。 哦, 别沾水就行了。 不需要服药吗? 医生, 您再帮我们好好看看。 这可是, 医生居然责了一下。 他放下了手里的钢笔, 皱眉看着我。 小姑娘, 我知道你关心男朋友心切, 可是你男朋友只是被小蛇咬了一口, 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好吗? 后面还有很多患者。 嗯, 我皱了皱眉。 小蛇, 那蛇没毒, 有毒枣就坚持不到现在了。 苏和李肩膀一颤, 扭头就跑了。 我又被激发出了瞬移的技能。 苏和李举着受伤的胳膊在后面穷追不舍。 江西西, 对不起, 我错了还不行吗? 真的生气了, 要不然你打我两下撒撒气。 这次我真的没理他, 在路边打了个车直接回家了。 现在想想, 他在救护车上就开始装了。 要是真的中了毒, 哪里还有力气和我废话那么多? 我捶了捶脑袋, 都怪自己关心则乱。 姑娘, 你男朋友在后面追车呢? 司机的话打乱了我的思绪, 回头一看, 苏和李就在后面追着。 我甩了甩脑袋, 我不认识他。 苏和李和我前后脚到家的。 江西西, 让我进去。 他把脚伸进来卡在门缝里, 我进去跟你解释。 他追得气喘吁吁, 脸颊通红, 短袖已经被汗浸湿了一片, 把脚拿走。 他倔强, 还往里面伸了伸。 我气得头大, 直接关门。 苏和李在门外扯着嗓子鬼叫, 疼疼疼疼。 天那家暴了, 救命, 好疼啊。 对面的邻居偷偷打开了一条门缝。 我泄气地松了手, 苏和李单脚跳着凑到了我旁边。 江西西, 你想谋杀亲夫? 苏和李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和他拉开距离, 眼睛里快要喷出火来。 你是谁的亲夫? 他随手把我扔过去的抱枕接下, 笑得理直气壮。 你的呀, 你在公司大会上叫我老公?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是你的人了, 现在不想负责。 再说, 刚刚在医院, 大家都看出来了。 我一阵气节, 但偏偏还找不出话来反驳。 刚刚我确实是关心则乱, 反应大了些。 这几天的杂乱情绪混合在一起, 眼泪刷了一下就掉了下来。 我一哭, 苏和李这才有了正色。 别别, 你别哭啊。 刚刚是我太过分了, 但看你那么关心我, 我就是想听你多说一些, 对不起。 我用抱枕抵住了他凑过来的身子。 吸了吸鼻子, 男女瘦瘦不亲, 你离我远一点。 还有, 以后那种话别再说了,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应该自觉和我保持距离。 苏和李皱皱眉。 下一秒, 我又头朝地了。 他像小时候一样按着我的脖梗, 不让我起来。 江西西, 老子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挣脱不得, 我抓狂地猛锤了一下, 苏和李刚刚被门夹的那只脚。 起身后, 我站了起来。 你有没有女朋友, 自己心里清楚? 我故作轻松,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意, 你有了女朋友还这么藏着掖着干嘛, 怕我告家长。 苏和李看着我正了正。 我谈恋爱, 你这么无所谓。 下一秒, 他满脸委屈地转过了身去。 一米八五的大老板 负着气双手环臂, 委屈地像个小媳妇。 我只觉得莫名其妙。 没良心的, 哥哥我明明一直为你守身如玉, 你现在居然污蔑我有女朋友了。 你对我没有那心思就直说, 还找这么荒唐的借口。 说着他回头瞪我一眼, 眼睛泛着红。 我要是真有女朋友就好了。 我把蜂蜜罐子拿了出来, 铁正如山。 有人把你家冰箱填满了, 还把我的蜂蜜扔了出来。 说是给你准备了更好的蜂蜜, 这个不好。 苏和李看我一眼, 随后竟然把蜂蜜罐子抢走站了起来。 我说我怎么找不到? 江西西, 你可真有出息, 送人一瓶蜂蜜还要拿回来。 我冷笑了一声, 她当然找不到了。 要不是我偶然看了一眼垃圾桶, 还以为这瓶蜂蜜被她吃完了。 见我不说话, 苏和李又红着眼睛, 试探性地把脑袋探了过来。 有人帮我填满冰箱, 你以为我有女朋友了? 那你这几天一直不上班, 她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 吃醋了。 就在我已经徘徊在 恼羞成怒边缘的时候, 苏和李的语气忽然软了下来。 前段时间, 我家不是来了个远方亲戚, 想进我公司上班的, 其实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我给她安排了工作后, 她觉得不好意思, 就去超市买了些东西, 让我妈带着去了烫我家。 我错愕地眨眨眼, 有些猛。 这件事我是知道的, 苏和李之麻大的小事都会告诉我。 她把玩着蜂蜜罐子问我, 不过我没想到她把这个扔了。 惹得你吃醋, 要不咱让她回老家。 苏和李的眸子里带了些细血, 我刷得一下红了脸, 把那蜂蜜罐子夺了回来。 你别乱说, 谁吃醋了? 苏和李的眉头皱了皱, 忽然向我压下了身子。 你, 苏和李的指尖 从我的发丝滑到耳畔, 刚刚谁在医院哭成泪人的? 谁叫我老公的? 谁说对我负责的? 我双手抵在苏和李的肩膀上, 已经退无可退了。 我, 我说了那是口误。 面前的男人眸光忽然深邃了起来。 他轻轻开口, 你这句口误的话, 我等了好多年。 我的脑袋里嗡的一声, 像是炸开了一朵烟花。 苏和李的唇慢慢覆了下来, 酥酥麻麻。 我大脑一片空白。 直到他挪开唇瓣, 让我呼吸时, 我才反应过来。 苏和李, 我捂住了他的嘴巴。 你刚刚亲我了, 我妈知道了会不会揍你。 他可是一直把你当儿子养的。 苏和李在我的手背上亲了一口, 随即又不由分说地, 将我的两只手扣在了头顶上。 你猜猜今天家里为什么没人? 嗯,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表。 距离我们去医院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他们早就应该到家了。 苏和李的指尖从耳畔落到锁骨, 最后停在了腰间。 兰姨说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 好好的白菜, 不能便宜了外人家的猪。 过唐风穿过客厅, 头顶的暖灯晃晃悠悠, 潺潺绵绵。 跟苏和李在一起, 我有点不好意思见两家的家长了。 于是第二天, 我光速跑回了公司上班。 嗯, 我的办公室换人了? 我拉住了同事问, 咱们公司来新的同事了吗? 同事一脸高深莫测地摇了摇中指, 你的办公桌, 昨天被连夜搬进老板办公室了。 啊? 苏和李的办公室里赫然放着两张桌子, 而他, 已经坐到了我原本的办公桌那里。 有些小, 他坐起来略显憋屈。 嘻嘻, 早上好, 同事们还在外面看着呢? 我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 你干嘛呢? 苏和李看了同事们, 起身把我拉到了那张大办公桌前坐下, 软软的皮椅就是比我的板凳舒服。 同事们的唏嘘声让我红了脸。 你别在公司闹, 苏和李笑得得意, 转身看向同事们倾咳两声。 老板家有喜事, 所有员工带心休假半个月。 下个月过来参加婚礼, 不需要随礼。 同事们一阵欢呼, 老板微舞, 助老板和老板娘合和美美。 我从身侧看着苏和李, 她嘴角的弧度看起来春风得意。 半个月后, 我终于娶到了江西西。 她穿着婚纱的样子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简直要美太多了。 和所有新娘都不同的是, 她的长发始终没有挽起, 就那样披散在肩头, 像读书的时候一样。 时装时她问我, 这样真的可以吗? 我帮她梳着头发, 从头顶到发丝。 为什么不可以? 从小你就是这个样子, 嫁给哥, 你一辈子都能像少女一样。 江西西, 你从小到大还不是一直随心所欲。 梳子从发丝滑过时, 我认真地看着镜子里的她。 我的意思是, 不止头发, 你想做的任何事都可以。 旁边的化妆师笑着说羡慕。 江西西红着脸瞪我说肉麻, 但我也看到了她眼底的笑意。 婚礼时, 江西西的手被托付到了我的掌心上。 我们俩食指相扣着一起宣誓。 我愿意。 天公作美, 我真的娶到了从小照顾到大的女孩子。 江西西算是被我养成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亲眼看着被推进火化炉的男朋友, 死后一个月, 出现在热搜榜一。 当言情小说照进现时, 两大豪门强强联姻, 网传彩礼十八亿, 视频中, 订婚现场布置的梦幻又奢华。 我日思夜想的人, 晚着豪门千金宋岑月, 申请对视共舞。 有人在评论区爆料说她叫顾清北, 是北辰十业集团继承人, 顶级富二代, 和宋千金两人青梅竹马, 门当户对。 没一会, 网友的关注点从天价彩礼变成了男主的颜值。 最后, 热搜静诡异地变成, 顾清北让我的小说男主有脸了。 几分钟后, 全网和他相关的信息被删得干干净净。 要不是闺蜜安安随时活跃在微博第一线, 我可能就错过了。 我把保存了的视频反复看了百来遍, 捏着手机的手指用力到泛白。 我摊坐在地上, 愣愣地看着墓碑上的黑白照。 要不是亲眼看着谢燕被火化, 我真不敢相信世界上真的有人长得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 谢燕除了警服, 只喜欢穿白替大裤衩, 经常穿个拖鞋就拉我去吃大排档。 他最喜欢搂着我脖子说, 媳妇, 想吃什么老公给你买。 而视频中的男人, 穿着一身高定西装, 看起来金贵清冷, 高不可攀。 我知道他不是谢燕, 谢燕总说我是他的命。 他如果没有死, 怎么可能不来找我? 可我还是没忍住。 我在酒店门口蹲守到深夜, 才等到顾清北牵着宋岑月缓缓走出来。 他风度翩翩笑着和人寒暄, 身后站着甜美娇俏的宋岑月。 我更加确定了他不是谢燕。 他看起来沉稳内敛, 不像谢燕, 嘴角总是带着一抹坏坏的笑。 可是, 顾清北低头温柔地帮他合拢披肩, 这一幕还是刺痛了我。 我恍惚了一瞬, 等回过神, 我已经拉着他的衣袖, 脱口而出, 谢燕。 我看着他转向我, 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那张熟悉无比的俊脸只透着陌生疏离。 对视的瞬间, 我脑海中闪过无数我和谢燕在一起的画面。 他见完身在我面前扭屁股秀肌肉, 他赖床撒娇飞抱着我睡回龙觉。 他嘴上骂骂咧咧, 手却紧紧搂住我不让我离开半步。 最后是他出任务前, 抱着我腻歪, 媳妇, 等我回来, 我们去拍婚纱照吧, 给我个名分。 后来, 我等到了他殉职的消息, 再见到已是天人永格。 保安。 清冷的男生把我拉回现实, 两个黑衣人一左一右请我离开。 我本意不是要打扰他们。 抱歉。 我局促地收回手, 贪恋地看了他一眼。 祝你们订婚快乐。 说完我转身要离开, 余光不经意撇到他的手。 一瞬间, 我如遭雷击。 他手背上有一道疤, 和谢燕的一模一样。 谢燕手背上的疤痕形状很特别, 因为被我咬过一口, 用意外被我们的狗咬在同一个位置。 我站定, 深深认真打量面前的顾清北。 这才发现, 他左边眉毛也有一条淡淡的疤痕。 曾经, 过年时谢燕为逗我开心放鞭炮炸到眉毛, 留下一条一样的疤。 他的右耳垂也有突出一小块肉。 曾经, 谢燕求我给他剪头发, 我忙着追剧, 剪到他耳垂, 导致他耳垂多长出了一小块。 如果脸长得一样是巧合, 连受伤的部位, 疤痕的样子也都是巧合吗? 种种巧合串联在一起, 答案呼之欲出。 我不知该怎么开口, 声音哽咽在喉间。 难道要说你怎么活过来的吗? 难道要说为什么还活着却不告诉我? 谢燕, 为什么? 我深呼吸, 拼命压住泪衣。 她给身边的宋岑月拢了拼披肩, 连眼神都没舍得给我一个。 冷声对保安说, 请这位小姐离开。 宋岑月不忍地拉住她, 望向我, 你需要帮助吗? 要不要帮你打电话给家人? 我盯着谢燕, 泪水在眼中打转。 我的挚爱丢了, 能帮我找回来吗? 空气沉默半赏, 所有人都像看神经病一样 看着我。 只有她眼眸中暗流涌动, 许久, 声音有些嘶哑到, 丢了, 就放下。 说完她转头对旁边保镖交代了什么, 头也不回护着宋岑月上了一辆兵力走了。 我站在原地, 眼中越来越模糊, 两个黑衣人见状要来拉我。 我冷声开口, 我自己走, 转身的瞬间, 泪水再也抑制不住。 没走多远, 有人追上来, 拿着一件男士大衣, 女士天气冷穿上吧, 我无视她, 自顾自走着。 我原以为除了死亡, 没什么能让我们分开, 现在才知道, 不够爱也可以。 曾经我以为的深爱都只是欺骗, 又或者, 那时候是爱的吧, 只是在巨大的财富面前, 不值一提。 谢燕, 既然你要把过去一切都丢弃, 重新开始, 那我成全你。 从此以后, 你走你的豪门大道, 我们两不相欠。 当晚我做了个噩梦, 有人交给我一袋东西, 说里面有谢燕的遗嘱和写给我的信。 遗嘱上, 他把所有财产留给我, 包括他养父留给他的一套房。 我疯跑到医院, 抱着黑色的遗体袋, 不肯撒手, 可是总有人把我拉开。 有人在我耳边劝说, 别拉开, 给他留点体面。 我眼睁睁看着他被搬到殡仪馆的灵车上。 等我追到殡仪馆, 他已经穿戴整齐躺在透明的棺材里。 谢燕没有亲人, 只有我。 我要守着他, 送他在这人世间最后一程。 我在他的棺材边柜坐了三天三夜。 他曾说, 既要守护这繁华盛世, 也要守护我。 可是, 我的阿燕多可怜, 甚至没人来悼念他。 没多久, 工作人员站我面前低声说, 家属, 告别的时候到了。 我哭不出来, 麻木地看着躺在棺材里的人, 他的游戏手柄, 角落里有他的篮球, 浴室放着他的牙刷, 衣柜里有一半都是他的衣服, 我总觉得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 这套房是秦叔留给他的, 他又留给了我。 每一样物品都是我们一起一点点添置的。 还记得当初他为了叫我搬进来同居, 软磨硬泡, 求了我整整一年。 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催我收拾行李, 后来看不过去我拖延, 自己每天跑到我家帮我打包。 搬进来那天, 他更是全程没让我插手。 明明自己累得半死, 晚上还是把我抱到床上翻来覆去, 说是庆祝。 我顺着入户门, 光着脚, 把家里又走了一遍, 眼前不断回放着和他的过去。 他吃醋同事追求我, 我们一路吵架到家, 一进门他就把我压在玄关柜上亲。 他抱着我在沙发上看恐怖片, 一到精彩处就怪叫着往我怀里钻。 他说全世界最讨厌螺蛳粉, 却还是在我想吃的时候去厨房捏着鼻子喂我煮。 他说整个家他最喜欢卧室, 因为在这里我才最放得开, 种种回忆让我的心脏隐隐作痛。 我深吸了一口气, 既然要断, 那就要断个干净。 我花了一天时间, 把我所有东西收进三个大箱子里。 一整墙的照片全取下, 家里恢复了窗明激净, 只是总有些陌生。 为了转移注意力, 安安一约, 我去看电影我就答应了。 出门前吃了几片感冒药, 电影还没放映, 我就昏昏欲睡。 安安好死不死选了声音最炸裂的枪战片。 待了没几分钟, 我脑袋就疼得像被人拿榔头敲打。 我跟安安说了一声抱歉, 打算去外面等他。 我迷迷糊糊走进了旁边没有放映的厅, 一接触到沙发就昏睡过去。 厅里很安静, 也很黑。 我又梦到谢燕。 他额头抵着我的额头, 嘻嘻, 对不起。 不知道为什么, 我竟从他颤抖的声线里听到了心碎。 可是, 不是他选择放弃我的吗? 他把我抱得死紧, 脸埋在我肩窝,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快撑不住了。 耳边是他低沉又痛苦的声音。 没多久我就感觉到井边一片冰凉。 我努力想睁开眼看他, 可是就像梦魇一样怎么都睁不开。 我感受着他灼热的呼吸, 温热的薄唇辗转流练。 眼泪滑落眼角, 我挣扎着, 难难滴雨, 是你不要我的。 再次醒来, 安安正一脸担忧地用手探我额头。 嘻嘻, 你不会是发烧了吧? 脸怎么烫烫的? 我撑着身子坐起来。 你进来的时候有看到别人吗? 一开口, 声音格外沙哑。 没有, 原来只是梦。 他手舞足蹈地聊起电影, 一路把我拉去厕所。 等我, 那集。 等在隔间前他看了我一眼, 哎, 嘻嘻, 你口红花到脸上了, 快擦擦。 我下意识看向镜子, 镜中的我头发散乱, 嘴唇微肿, 口红晕开到了脸上。 看完电影我以不舒服为由回了家, 独自点了个外卖, 坐在沙发上发呆。 敲门声响起时, 我想也没想就打开门。 下一秒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 我被绑在椅子上, 穿着起手服的男人戴着面具, 随意曲着长腿坐在地板上。 面前散落了一地我和谢燕的照片。 我冷冷地看着他, 没有挣扎。 哟, 醒了。 他走到我面前弯下腰凑近, 仔细打量着我。 既然醒了, 好戏登场。 面具上的变音器发出怪异的笑声。 他拿出手机发送视频邀请。 顾大少, 又或者该叫你谢燕。 屏幕中的谢燕面无表情, 眼神透着淡漠。 秦夕在我手上。 我不认识什么秦夕。 男人的嗓音轻烈, 不带感情。 别急着否认。 面具男从地上捡起一把菜刀, 猛地一把抓起我头发向后扯。 我被破扬起头, 绷紧了脖子。 他随意地把菜刀架到了我脖子上。 这样, 你能认出他吗? 他兴奋地笑起来, 冰凉, 刺痛。 我知道他是来真的。 谢燕原本冰冷的眼神放松下来, 懒洋洋地开口,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找上我, 但我不认识这位女士, 我只会替他报警, 其他的免谈。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以为你伤害人后还可以逃脱吗? 顾大少真是好市民, 面具南边笑边鼓掌, 话音一转, 阴森道, 又或者, 你在演戏。 他把刀又刺进我皮肤一些, 颈动脉, 我轻轻一碰, 可能就喷泉了。 血珠瞬间顺着刀锋冒出来, 歇烟面上越来越不耐烦, 你要什么? 我虽然不认识他, 但也不会让你伤害无辜的人。 我给你一分钟, 把你拿到的账号密码告诉我, 这笔钱警方盯着, 你也动不了, 不如给我。 血焰皱着眉,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面具南若有所思地放下刀, 看来, 这个人在你心中地位不够了。 那如果是宋千金呢? 我手上有可以让宋岑月身败名列的视频, 如果你不想流出去,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血焰在听到宋岑月名字的那一刻, 眉眼间力气暴涨, 感动他丝毫, 我弄死你。 我只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动容的瞬间, 一去不复返了。 面具南轻蔑地笑了笑, 随手关了视频, 转头看向我。 你赢了? 我面无表情, 解开了手上的绳子。 你看, 你的命还不如他未婚妻的名誉值钱。 而且, 你的大英雄居然私藏赃款, 不知道他那些热心的警察同事知道了会怎么样。 我赢了, 你可以走了。 我浑身紧绷, 脸上却没有流露出一丝胆怯。 面具南慢条斯里地东摸摸西看看。 我一点点挪动到卧室门边, 随时准备向外冲。 他拿起我床上放着的很旧的小熊, 对着他深吸了一口气。 来都来了, 这个就送我做纪念品吧。 说完他大步走向卧室门, 正当我要放松下来, 他突然停下, 天头, 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小妞。 然后迈着大步离去, 几秒后响起了大门, 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我这才放松下来, 浑身发软瘫坐在地上。 回想起刚刚被绑架出行。 看到一地的照片, 我就知道, 他可能是要用我来威胁谢燕要钱。 可是我怎么能把性命 交给一个已经不爱我的谢燕? 我不再相信他。 我告诉面具南, 我们可以打赌, 如果他不受你威胁, 你就放了我。 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 你也没必要为我这种没价值的人惹上麻烦。 后来也证明我的决定没有做错。 幸好, 我赌赢了, 可是我好像也输了。 平复了心情, 我打电话给附近的派出所报警。 快速把所有东西都收拾打包好, 这里是不能住下去了。 我正要把箱子推出房间, 客厅传来入户, 门密码所开启的提示音。 慌乱下我随手拿起谢燕放在门后的棒球棍。 脚步声越来越近, 一个人跌跌撞撞冲进来。 我沉住气, 准备大力朝他的咽喉打过去。 一只大手挡住了棒球棍。 你没事吧? 顾清北喘着粗气, 把我上上下下仔细检查了一圈。 我放下棍子, 冷冷道, 顾大少请自重。 他握着我的手僵住, 随后缓缓放下。 他瘦了些, 整个人更显得挺拔清俊。 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 眼眸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我顿时沉默了, 他刚开口就被我打断。 来得正好。 我请他在沙发上坐下, 然后抬出一个大箱子。 我刚好苦恼, 要怎么处理我前男友谢燕的东西, 不知道顾大少都怎么对待前任。 他愣住。 我浅笑, 不如毁了吧。 我拿出曾挂在照片墙的照片, 这是他和我去世界各地留下的纪念。 我用剪刀一张张剪成两半, 确实, 人还是要向前看。 这是谢燕用第一份薪水买给我的项链。 我随手扯断。 这是所有我们看过的电影的票根。 我一把扔进黑色的垃圾袋。 这是谢燕给我写的情书。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一点点把一打纸撕成碎片。 他脸色渐渐变得难看。 我面无表情, 取下戒指。 这是我们的情侣戒指。 他说回来, 要买个大钻戒跟我求婚, 不过他食言了。 扔进垃圾袋。 够了。 他紧抿双唇, 抵住沙发的手臂青筋抱起。 也是, 顾大少应该不想看我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把所有东西一股脑丢进黑色垃圾袋, 拍拍手。 还有最后一样, 我拿起桌上的房产证, 这个我留在这了, 无功不受禄。 对了, 你手机号多少? 他愣住, 似乎被我的转折惊讶到。 好半天, 才报了一串数字。 我打开支付宝, 把他留给我的所有的钱都转给他。 好了, 两清了, 我异常平静。 世界上有没有谢燕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 我走到门口, 做出请的姿势。 他盯着黑色垃圾袋看了好久, 许久才撑着起身, 低垂着头, 向我走来。 我这才注意到他走路有些一高一低, 似是腿脚受伤了。 不过这些都和我无关了, 他自有他的未婚妻替他操心。 错身时, 他红着眼看着地上, 沙哑道, 对不起。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我毫不犹豫甩上门, 轻抚胸口, 心脏还是隐隐刺痛, 肉体记忆一时半会, 没法消除。 好在我的脑子已经清醒了。 我站在窗后望去, 楼下一堆黑衣人, 宋岑月一见到他就涌上去。 我平静地拉上了窗帘, 警察和我一起去物业调取了监控录像。 面具难完美地避开了所有监控,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我只好暂时搬到闺蜜安安婚前买的小公寓住。 一切痛苦会忘掉的, 或早或晚而已。 独自在家休息了几天, 看看书, 追追剧。 过了几天安闲自在的日子, 没有牵挂, 没有惦念。 久违的心安放在自己身上的感觉, 好踏实。 回到医院又开始了忙碌的上班作息。 每天坐诊, 偶尔值夜班, 忙得不亦乐乎。 如果没有不相干的人打扰就更好。 下一位, 我把负减单和病例本一起递给顾清北, 低着头写起报告来。 过了许久, 没听到动静。 他竟然还在。 我用眼神询问他还有事吗? 秦医生, 我心脏不舒服, 老觉得疼。 他手抚着胸口, 皱着眉, 一副认真跟我探讨病情的样子。 我起身拉开大门, 面无表情看了一眼站在外面的两个黑衣保镖。 这里是骨科, 你可以挂心血管内科的号, 不要耽误其他患者的就诊时间。 好半天, 他才慢条斯理地起身, 走到我面前, 血松淡淡轻烈的味道钻进我鼻腔。 宽敞的房间, 他非要挤着从我面前过。 本以为他只是一时心血来潮, 没想到自那天后, 每天都有顾清北的挂号。 他一开始还说自己这腾那腾, 后来连借口都不找了, 直接进来坐着看我十分钟。 今天更是过分, 他说口渴, 我没搭理他。 他越过桌子就拿起我的水杯喝了一口, 还罩着我的口红印出下口。 我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拽过他的衣领, 顾清北, 你到底要做什么? 突如其来的凑劲让他愣住, 棕色瞳孔里倒映出我发怒的面容。 好半天, 他就呆愣愣地看着我。 我好似一拳打在棉花上, 放开他又坐回椅子上。 他落寞地垂眸, 声音滴入尘埃, 我也不知道, 只是想让心脏舒服些。 他以为这副表情还能让我心疼吗? 我冷声道, 你让我放下, 我放下了, 希望你也不要出尔反尔。 接连几天他不再出现, 我原以为我们不会再出现在彼此生命中。 他的好未婚妻找上门来, 他笑得温柔可人, 说出来的话却刺耳。 秦小姐, 我是为了我未婚夫来的。 我们年底就会完婚, 希望你不要再打扰他。 我挂上职业微笑, 宋小姐, 这里是医院, 病人来看病不是我能控制或者阻止的。 我更希望你们有钱人不要耽误老百姓的就诊时间。 岑月, 你, 我和宋岑月向门口看去。 顾青北抿着唇, 面色发白, 微扶着门框。 宋岑月一改大家闺秀的姿态, 冲过去扶住他。 语气中满是担忧, 你怎么过来了? 顾青北拽着他的手死紧, 说, 打扰了秦医生。 我淡淡点头, 继续回到手上的工作。 过一会我出去护士站拿东西, 没想到他们还没走, 在拐角处争吵。 我转头就走, 漠不关心。 危险就是这时候发生的。 我忽然被人从后面扣住脖子, 一把刀鸣晃晃地抵在脖子上。 粗壮的手臂, 力大无穷, 我张开口呼吸都困难。 杯子从我手中脱落, 砸到地上。 大堂里所有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 尖叫声, 吵闹声。 我脑袋一阵晕眩, 恍惚中看到挣扎着冲过来 又被保镖困住的顾青北。 他目自欲裂的模样, 好像那个嚣张自意, 曾经把偷窥我裙下的变态 按在地上摩擦的泄焰。 大脑空白了不知多久, 等我捂着脖子坐在地上咳嗽的时候, 顾青北一行人已经不在了。 一个高大的男人逆着光对我伸出手, 就我的人叫宁号。 一个长相清秀, 伸手却勇猛的小哥哥。 我俩坐在走廊的椅子上聊着刚发生的事。 刚挟持我的中年男人已经被警察带走。 据说是他的妻子患了癌症, 不想拖累家庭, 选择了结束生命。 他悲痛欲绝, 认为医院没有尽到治疗的义务, 于是做出报复行为。 虽然见惯了生死, 医生比常人难免多一些淡漠。 但是遇到伤医, 还是有些心寒。 我揉了揉脖子, 苦笑道, 最近真的水腻, 我要去寺庙白白了。 宁号低声笑起来, 医生还信神佛,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说完, 我也笑起来。 我还算是行动派, 说去寺庙, 白白周末大清早我就出发了。 不管什么佛我都拜, 拜完一圈刚好去吃斋饭。 巧的是, 我刚取好饭菜, 又遇到宁号。 他坐到我对面, 温和地笑了笑, 真是巧了, 上次在医院你说要拜佛, 我就想着最近比较倒霉也来白白。 怎么倒霉了? 就工作上的事。 我俩像是老友一般边吃边聊。 吃到一半, 宋岑月挽着顾清北在我们旁边坐下。 秦小姐, 真巧, 我来给清北求平安抚。 我敷衍地笑了笑, 真是阴魂不散。 宁号把晚朝我这边推了推, 我看你爱吃西兰花, 我这里还有一碗没动过的, 不嫌弃的话你先吃。 我有些不好意思, 谢谢, 我也差不多吃饱了。 啪! 顾清北把筷子往桌子上重重一摔, 起身掉头就走。 宋岑月尴尬地笑了笑追上去。 朋友! 宁号下巴指了指他们离去的方向。 不是, 认识而已。 吃饭的心情也没了。 饭后, 宁号邀我一起去逛逛。 他去厕所, 我就在附近逛着等他。 走着走着, 我被幽远空灵地念唱声吸引。 不知道怎么走进了一个小院子。 院子里, 很多和尚围走着念经, 中间供奉着一盏灯。 我费尽辨识了下灯上的名字。 好像是繁体字的顾清, 突然一股大力把我拉到院外的角落里。 顾清北捂着我的嘴, 高大的身躯把我笼罩在阴影里。 他面色阴沉, 就这样定定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 他放开手, 用双臂把我圈在角落。 他是你什么人? 我冷着脸, 关你什么事? 他猛地一拳砸到墙上, 低声一字, 一顿重复。 他是你什么人? 我挣扎着推了推他, 没推开。 顾清北, 你凭什么质问我? 你有未婚妻, 还这样是要让人说我是小三吗? 还是我没有继续痛苦, 继续纠缠, 让顾大少你有心理落差了? 我痴笑道, 我告诉你, 我以后会遇到个好男人, 会结婚生子, 会幸福快乐。 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 谁就活不下去。 他双眼泛红, 胸膛起伏越来越大。 下一秒, 我唇上一痛, 呼吸彻底被堵住。 我拼命挣扎, 他死死地压住我的后颈, 扣住我的腰。 他闭着眼, 胸狠地靠近, 像是要把我揉进他身体。 唇齿之间尽是血腥和苦涩。 渐渐地我不再挣扎, 挣着眼, 眼泪从眼角滑落。 他似是察觉到我的异样, 慢慢放开我, 额头抵触着我, 大口大口喘息。 我平静地看着他心红的双眼, 人不要那么自私。 他瞳孔急速地收缩, 眼底尽是受伤。 他松开我, 低笑出声, 透着一股绝望。 一步步退后, 转身头也不回, 大步离开。 那之后, 我再也没见到故事夫妇。 反而是宁浩经常约我, 有时约打球, 有时约饭。 我惊奇地发现, 他爱吃的东西, 竟然和我爱吃得完全吻合。 而且他不会过分殷勤, 总是适时地提出送我回家。 唯一困扰我的大概是, 他总是送包好的汤到医院给我, 惹得旁边的小护士八卦眼红。 秦医生, 你男朋友又来送汤了? 我只得无奈解释。 哎, 他就是那天救了你的那个人吧? 这缘分, 嘖嘖。 话说, 那天有个更帅的帅哥, 貌似也要冲过来就请医生, 后来晕倒被他的保镖送走了。 两个人就当着我的面似无忌惮聊起八卦来。 我拉着宁浩到办公室。 宁浩, 你真的不用给我送吃的, 医院有食堂的。 我真的每一次都拒绝, 可是他唯独这一件事特别执着。 他熟练地把汤筒打开, 拿我的碗成了一碗汤递给我。 没事, 最近也不忙, 刚好拿你练练手艺。 我闻着这香味, 嘴上说着不要, 可是身体很诚实拿起了碗筷。 宁浩笑得一脸温柔, 突然想起有一次安安来找我, 恰巧碰到宁浩也在。 当晚他就兴奋地跟我八卦了一晚上, 最后他欲言又止地问我, 是不是走出来了。 我告诉他, 我不会为了一个负我的人放弃全世界。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生活, 继续努力爱。 但我也不会那么快再接受一个人。 手机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听完后我没有说话直接挂断。 手机还在一直响, 似乎我不接不罢休。 大概响了十几次, 终于停歇。 有什么事吗? 我低头喝着汤, 摇摇头, 笑着说没事。 大门突然被弹开, 宋岑月一脸焦急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叹了口气, 放下碗筷。 宁号, 抱歉, 我先去处理点事。 他好脾气地笑了笑, 看了一眼宋岑月。 宋岑月板着脸不说话, 踩着高跟鞋走得飞快。 一路飙车把我带到了一栋别墅。 从寺庙回来以后, 他就一直超负荷做附件。 后来, 医生不让他做, 他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不吃不喝。 你劝劝他吧。 他一脸疲惫, 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屋子里又黑又安静。 长时间不开窗, 有些憋闷。 我找了半天才看到, 顾清北坐在床脚, 脑袋埋在手臂里。 我在他身边坐下, 他似乎感受到动静, 缓缓抬起头, 眼神朦胧而迷茫。 希希, 你来接我回家吗? 一开口, 沙哑的嗓音混了几分委屈。 我把他拉起来, 他似乎下半身坐麻了, 一起来就跌倒在我身上。 我慢慢把他扶到床上, 他目不转睛盯着我。 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碗, 喂一口, 他张嘴吃一口, 乖乖任我摆布, 你不要走。 他一把拉住我, 眼睛湿漉漉地透着亲近。 我只是想给他倒杯水, 想了想我又坐下。 他撑起半个身子, 依赖地把头靠在我腿上。 修长的手指一根根和我交缠, 直至食指紧扣。 没一会, 呼吸声就平稳了。 我低头看着他的侧脸, 还是那么清俊俊美。 他真的长了一张蛊惑人心的脸, 还记得当初就是上了他这张脸的当。 第一次见到他是高一的一次国旗下讲话, 他把检讨书念得阴阳怪气, 最后还嚣张地放狠话, 张金浩, 你下次还敢这样, 我照样打你。 气得校长失态拔了他话筒。 对了, 张金浩就是校长的儿子, 他经常把手机放在鞋尖上偷拍女同学的群体。 他话音刚落, 全场爆笑鼓掌。 我们班女生更是被迷得尖叫。 他们是这样形容他的, 一个正义感爆棚又超帅的混混。 从那以后, 我似乎走到哪都能听到他的大名。 他总是众星捧月, 到哪都特别多兄弟。 有一次我看到他搭着一个男生肩膀, 男生低着头, 看起来有些怕他。 我以为谢燕在欺负他。 没想到下一秒, 他笑得很开心地对男生说, 哥们, 我也是孤儿, 这没啥可耻的。 你问问全校, 谁不知道我是孤儿。 他那自豪的模样让我失笑。 他似乎完全不惧怕世俗眼中的弱点。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男生因为孤儿的身份被同学霸凌。 谢燕看到后不仅制止那些人, 还帮他重塑信心。 这个男生后来考到了心仪的大学。 谢燕走上做警察这条路, 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他有用不完的精力, 永远充满正义感, 善良又细腻。 细微的敲门声把我拉回现实。 顾清北已经陷入沉睡。 我轻手轻脚把他手拿开, 给他噎好被子。 秦熙, 你跟我去个地方吧。 我有些猛, 宋岑月竟然把我带到了墓园。 他用手帕轻轻地擦拭墓碑, 浅浅地抚摸着黑白罩中的英俊男人。 其实这里面真的有人。 这里睡着, 我的顾清北。 他用轻柔的语气给我讲了个故事。 男孩女孩从小青梅竹马, 女孩情窦初开对男孩表白, 意外被拒绝。 可是男孩生命中只有他一个女生, 也只对他一个人好, 他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 他每年对他表白一次, 可他都拒绝了。 他只是对他越来越好, 疼他入骨。 两人亲密无间地长大成人。 某一天, 双方家长需要两人联姻, 巩固家族事业。 男孩言辞拒绝, 女孩误以为他嫌恶他, 父亲出走异国。 他一直在异国等他来寻他, 可是等了两个月都没来。 他忍不住, 又偷偷回国找他。 男孩却已经不在了。 女孩这才知道, 原来男孩从小就知道自己有病活不长久, 所以不敢回应女孩的爱意。 宋岑月笑着看向我, 脸上布满泪水。 其实我特别感谢你, 你替我守了他三天三夜, 没有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离开。 谢燕说, 他迷留之际, 逼着谢燕发誓一定要护好我, 让我后半辈子继续无忧无虑, 逍遥自在。 他的神色很是柔软, 我眼睛酸胀, 沉默地拿出纸巾给他。 本来我想着, 看着谢燕一样的脸。 也许能熬完下半辈子, 可是他的声音哽咽, 似乎痛到极致。 如果连我都忘了他, 他就真正消失了。 我不知道最后怎么回的家, 心里说不出地督, 满脑子都是顾清北孤零零地躺在棺材里, 和宋岑月笑着流泪的样子。 也许两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表白心意, 离开时是不是也能少一些遗憾。 入冬后, 每天心情都有些压抑, 正准备出门上班, 我莫名其妙被带到了公安局。 女士, 可以说说你了解的谢广汉吗? 谢燕的养父? 我不明所以。 他是个很正直的警察, 几年前执行公务的时候牺牲了。 生活中我相处不多, 只记得他是个很和蔼的叔叔。 他出任务前有对你交代什么吗? 我认真想了想, 摇摇头。 几年前的事情, 真记不起来了。 没问几句又把我放回去上班了。 我拿出手机点开谢燕的号码, 想了想又退出去。 晚上回到家, 我还在纠结要不要给他打电话。 门铃响了。 门一开, 谢燕穿着一身黑, 温柔地朝我笑笑。 我站着主面, 他站在我旁边。 没有一个人说话, 热腾腾的厨房只听得到水烧开的声音。 我们同时笑起来, 既不倾上一次我们这样对着对方笑是什么时候。 我脸住笑意, 警方问了谢叔的事, 是怎么了吗? 没事。 他笑意淡下来。 犹豫半天, 我还是问出口, 你的脚好点了吗? 没事了。 是怎么弄的? 不小心受伤。 我把筷子趴地放到砧板上, 转身就要回客厅。 为什么都不痛不痒地回复? 不如不要聊好了。 谢燕伸手一拽, 从身后抱住了我。 我瞬间被他身上好闻的气息包裹。 心头的烦躁被一点点抚去。 他把脑袋埋在我脖梗处。 呼出来的热气有些微痒。 嘻嘻。 嘻嘻。 我静静地听着他唤我。 嘻嘻, 我能再吃一次你煮的面吗? 他在我耳边撒娇。 我们并排坐着慢慢地吃完了一碗面。 他吃完后也不走, 撑着下巴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等我吃完他主动收拾洗碗。 很晚了, 那我先走了。 你关好门窗, 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嘻嘻, 我走了。 他手指轻拂在我脸颊侧几缕长长发丝上, 眼中爱意浅犬浓烈。 我脸有些发烫, 忍不住推了他一把赶他走。 门都要合上, 他又用手挡住, 推开门, 伸手把我拽过去抱住。 等我回过神, 他已经坐电梯下去了。 我压了压上扬的嘴角, 可是想到他现在的家世, 笑意又一点点淡下去。 我们早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谢燕没再来找过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 宁浩刚好搬到我对面。 他说周末请几个朋友一起, 乔迁热闹一下。 我买了几瓶酒送他。 屋子被他布置得温馨又可爱。 我失笑, 你这怎么像准备给女生住的? 他围着围裙, 拿着锅铲, 笑得一脸得意, 不好看吗? 他家每一样百件都深得我心。 我忍不住朝厨房吼着问他在哪里买的。 宁浩炒着菜, 转过头笑着说, 你喜欢就拿走, 我到时候再买一个就是了。 对了, 你朋友呢? 哦, 他们放我鸽子了。 我不以为意, 到处逛了逛。 宁浩, 这个房间是你的吗? 我可以看看吗? 他那边抽油烟机声音有些大, 一时没搭理我。 我走到床边摸了摸床品, 最近正好要买四件套。 枕头边, 一撮灰色的毛吸引住我。 我看了看厨房, 他还在炒菜。 把被子轻轻掀开一角。 那只我抱了许多年, 被面具男拿走的小熊正静静地躺在他的枕头上。 被你发现了? 我猛地转过身。 宁浩背着光, 面上一片阴森。 真可惜, 饭菜做好了呢? 我不知道被宁浩绑到了什么地方。 可能是一个小旅馆, 卫生条件很差。 我的手机在床头柜上一直震动。 我艰难地挪动被捆在一起的手脚。 你应该饿了吧? 宁浩开门进来, 手里拿着面包牛奶。 为什么? 我冷眼看着他。 他不急不许走过来, 拿起我手机, 说你现在有事。 另一只手拿起床头柜上的枪, 抵着我额头。 电话一接通, 传来宋岑月焦急的声音。 秦夕, 警察把谢燕带走了。 说什么他拿了什么赃款,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艰难地开口, 我不知道, 我现在有事, 先挂了。 他随手拉了张椅子, 坐在床边, 周身气质一变, 不再温和。 这是你做的吧? 他讥笑道, 是我做的, 我们只是让现人放了点虚假的证据, 他们就围着谢燕转。 你的目的? 他没回答, 起身靠近, 帮我松了松绳子。 你先忍一忍, 等这件事过去之后, 我就带你去别的国家生活。 他一靠近就让我难受, 我忍不住向后躲了躲。 好, 我不碰你。 谢广汉陆续转走了我们很多钱, 你好好想想谢燕会放在哪里。 我呸, 谢燕不可能会拿什么赃款。 他阴沉着脸不再说话, 他偶尔出去打电话, 偶尔出去抽烟。 夜幕降临, 屋子里没有开灯, 慢慢变黑。 我低垂着眼眸, 浑身紧绷戒备着。 他就坐在椅子上看着我。 我第一次见你是五年前, 我被派去监视谢广汉的家人。 在谢广汉的灵堂, 你安静地抱着谢燕。 那时候我就想, 要是我死的时候, 有这么个姑娘能为我守灵就好了。 后来你守了谢燕三天三夜, 我在旁边看了你三天三夜。 其实你高中的时候, 我偶尔会去你学校看你。 你不知道吧? 男人的声音微哑又落寞, 我还是没说话。 记忆中完全没有这个人。 那时候你和谢燕天天溺在一起, 你们去哪我就跟到哪。 我常常幻想亲吻你的是我, 而不是谢燕。 黑暗里的时间流逝得很慢。 我不敢轻易搭话, 生怕挑动他哪根神经。 我已经联系上谢燕, 他答应拿账号密码来换。 我们很快就可以一起出国了。 第二天, 我被宁号照着黑色头套 转移到了一个废弃厂房。 没多久, 我就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 逆着光走来。 把他放了。 谢燕轻烈的声音 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 我要的账号密码呢? 谢燕扬了扬手中的纸条。 宁号把纸条交给另一人 用电脑查验。 我看谢燕对我使了个眼色, 下一秒两人已经 缠斗起来。 我焦急地拉扯手上的绳子。 谢燕脚上还有伤, 打不过宁号的。 像是应验我的想法, 他的动作越来越慢。 浩哥, 是假的。 宁号一个过肩摔 把他摔倒在地, 又用鞋狠狠踩住他的脸。 因我? 男生因很毒辣。 之前被挑断的脚筋是这么。 宁号拿着匕首 扎到他小腿上, 谢燕痛苦地闷哼了一声。 宁号不要! 我尖叫出声, 咬着蛇根无声威胁他。 宁号走到我面前, 猛地捏起我的脸。 阴狠地说,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伤你。 我刚要说话。 枪声响起。 我下意识看向谢燕, 他奄奄一息躺在地上, 幸好不是他。 宁哥, 是老大吩咐 如果你受这女人要挟就杀了他。 是我吗? 我低头看, 胸前晕开一朵血花。 谢燕封了一样艰难地爬过来, 地上拖出长长的血迹。 宁号呆呆地看着我。 好痛, 意识陷入了黑暗。 谢燕独白, 我是谢燕。 我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秦熙生气不理我。 以前兄弟们嘲笑我啪耳朵。 我大放承认了, 不疼老婆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出任务前, 我买好了戒指, 打算一回来, 就跟我心爱的女孩求婚。 任务前培训我才知道, 老谢没有死。 领导说老谢叛变了。 我气得砸了杯子。 老谢为这份工作牺牲了多少, 他们怎么敢讲出这种话。 每天放学回家都能看到, 他把警徽和奖牌擦得正亮。 我不信他会侮辱他的信仰。 出发前按照惯例, 我准备好了遗物和遗书。 经过重重伪装, 九死一生, 我终于见到老谢。 他看见我实面部, 没有一丝表情。 等到了无人处, 他才像以前一样拿出皮带抽我, 骂我小兔崽子。 我又哭又笑。 老谢没死真好, 他把我安排在身边做保镖。 每天我小心谨慎跟着他出入各种场所。 他告诉我再坚持坚持就可以收网了。 我深信不疑, 老头说话从来言出必行。 他说等收网, 以后他要休个长假, 去和老友钓钓鱼。 还让我和秦熙赶快结婚, 生个大胖小子, 这样他退休之后可以帮我们带孩子。 可是, 他没有告诉我, 他染上了毒瘾。 我发现他躲在隔间颤抖着手西时。 我气得口不择言骂他。 他低着头, 沉默。 好半天才告诉我, 当初他卧底大半年终于打进内部, 被几个大毒箱围着, 所有人都在吸, 他骑虎难下。 不吸就是一个死字。 为了获取信任也为了保命, 他不得不屈服。 他红着眼问我, 组织会对我宽大处理吧? 毕竟这是为了任务。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到脆弱。 这个骄傲、 强硬、 自大、 从不低头的男人。 深深垂下了头。 我流出眼泪, 笑着安慰他, 你的任务要是成功可是能捣毁一个犯罪集团。 放心, 组织不仅会宽大处理, 还会给你奖励。 等任务结束, 我就陪你戒毒。 我做好了养他一辈子的打算。 人算不如天算。 我自认小心谨慎, 有人还是察觉到, 让我稀释一次证明身份。 我面上无波无澜, 可是内心慌乱无比。 我想干干净净地回去见秦夕, 这人甩出一张我的警照。 所有人像恶狼一样盯着我, 包括老谢。 他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默不出声。 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毒贩的狠觉。 他们挑断了我的脚筋, 给我上各种刑具, 把滚烫的油鳞在我背上。 我痛得撕心裂肺。 几次恍惚看到白光, 又被清晰的声音拉回来。 终于, 在他们准备了几十个针筒给我用时, 老谢忍不住了。 他笑得难看, 说没必要闹出人命。 我几乎只剩一口气。 绝望之际他掏出枪把几个毒贩射杀。 背着我爬了一夜的山, 才把我交到现人手中。 他像小时候一样摸摸我的头。 他说, 儿子真乖, 老爸去把重要资料偷出来, 就来找你。 我紧紧拽住他, 我知道回去肯定是九死一生。 可是最终体力不知昏死过去。 再次醒来, 我已经在顾家的私立医院。 一个叫顾清北的男人, 说我是顾家失散多年的小儿子。 我没法动弹, 没法问人老谢在哪。 后来, 劳领导找上我, 说为了我的安全和身边人的安全, 我只能佯装牺牲, 也就是诈死。 毒贩不会因为我侥幸逃生就放过, 他们会追到天涯海角抱负我和我爱的人。 想到秦熙, 我第一次怕了。 我犹豫了许久, 答应了这个计划。 我问他老谢有没有消息。 他沉默, 眼睛慢慢通红。 他说, 老谢被发现的时候, 身上全是真眼。 我知道, 那些本该落在我身上。 我三天三夜没合眼, 只要一闭上眼, 满脑子都是老谢笑着跟我说, 想去钓鱼了。 我第一次产生了和人玉石俱焚的念头。 我恨毒贩, 我希望他们都不得好死。 可是我知道我一个人没有用。 我必须尽快找到老谢说的保险柜。 老谢和我分别时, 曾在我耳边说了一物二字。 我拿着他的遗物研究了很久。 终于被我发现, 他的手表停止的表盘上有个坐标。 我查了查, 居然是本市的银行。 他曾说过东西都在银行的保险柜里。 他应该是炸死之前, 就准备好了这个柜子。 因为一旦卧底, 每一次和人联络都是极大的风险。 所以他提前准备好保险柜, 每次只要把收集到的罪证存进去。 如果任务成功他可以自己去取, 如果失败, 也由我继续。 老坚俱华, 可是密码是多少? 我反复查看他的遗物单, 想起来其中一本房产证, 我当时也当作遗物给了西西。 我打算找机会问他, 要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玄机。 顾清北每天都会坐着轮椅来看我, 可是他看起来比我还虚弱。 他每天给我看一个姑娘的照片, 告诉我这是他最爱的女孩。 我也给他分享秦夕的照片。 他温和地笑笑, 说果然是亲兄弟。 没多久他越来越虚弱, 连床都下不了。 他知道我的假死计划, 主动提出让我顶替他的身份, 求我帮他稳住北辰集团。 他还把自己的心腹交给我, 保证未来我需要帮助时有人能帮我。 他的身体渐渐被掏空, 每天只能醒来几个小时。 只要是醒着就是交代事情, 或者检查有没有什么遗漏。 我做完植皮手术一周后, 他把我叫到他房间。 他依旧英俊挺拔, 只是脸颊凹陷得厉害。 他拉着我的手说, 阿燕,对不起, 作为你的大哥, 第一次见面就交给你那么重的担子。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在离开前找到你。 所有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唯独一件事不放心。 我的岑月, 以后要麻烦你多照顾了。 几句话他似乎费尽全身力气。 我用力回握他的手, 缓缓点头, 我保证他下半辈子无忧无虑, 逍遥自在, 犹如你在。 就这样, 我们两兄弟短暂地见面, 郑重交接责任。 短短月余, 我失去了两个至亲, 心里沉重无比, 越发渴望见秦夕。 终于, 我见到了他, 可是还不如不见。 我深深伤了他, 他眼中满是悲痛。 我恨我自己居然是伤他最深的人, 可是我不敢接近他, 也不敢告诉他。 不仅如此, 我还怕他嫌弃我满身难看的疤痕。 我常常会开车去他楼下, 看他在窗帘后走动的身影, 有时会跟在他身后陪他上下班。 我派了很多人暗中保护他, 可他还是被盯上了。 没人知道我看到视频中他被绑着时有多惊慌, 可是我只能装作不认识他, 让歹徒以为我真是的人是宋岑月。 我很抱歉, 可是当下我只能做出这个选择。 好在西西最后没有发生什么。 不然, 我真的会绑上炸药包和他们同归于尽。 西西看我的眼神不再充满爱意, 她按照我的要求不再纠缠我。 明明这样她就安全了。 为什么我还是那么心痛? 心痛得快死去。 我发现只有在她身边, 我才能缓解这份疼痛。 于是我装作挂她的号, 制造各种偶遇的机会。 这样应该就没人知道我们认识了。 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一起吃饭, 明明可能只是朋友, 我却极度地发疯。 我不顾一切吻了她, 可是她却没有回应我。 她骂我自私。 她说得对。 我凭什么在她整理好心情后又来纠缠她? 可是, 我真的好难过。 我不能再等下去。 老领导接到献报说赃款在我身上。 我们将计就计, 让他们以为警方盯上了我。 可是没想到, 有人先一步绑走了西西。 西西中枪的那一刻, 我的心脏停滞了。 我站不起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宁号把她抱走。 我一直向外爬, 爬了好久才终于看到人。 我的西西躺了多久, 我就睁眼看了她多久。 后来我去监狱探视宁号。 她一见到我就紧张地问西西怎么样了。 她对我说了很多话, 她说她知道自己配不上秦熙。 她说她这辈子最羡慕的人就是我。 她说如果早知道会遇到秦熙, 她一定干干净净做个好人等着她。 她说这辈子她洗清了罪孽, 下辈子一定会跟我竞争到底。 我冷笑, 下辈子都别想。 我不会再离开她半步。 再次醒来, 胸口疼得我闷哼出声。 媳妇, 你终于醒了。 谢燕双眼通红, 激动地叫来医生。 万幸, 子弹打在了肌肉里, 没有影响到任何器官。 住院的这段日子, 除了疼, 没别的。 哦不, 还有谢燕这个凡人精。 她一会问我要不要喝水, 吃东西, 一会问我要不要上厕所。 我说要睡觉, 她就睁大眼睛在旁边盯着我, 还总是别有用心地说, 希希你好像有点臭了, 要不要我帮你擦擦身体? 害我每天白眼都犯泪了。 我问她, 宁浩有没有被抓? 出人意料的是, 她是自首的。 出院后, 谢燕死皮赖脸住进了我家, 每天宁愿憋屈地 蜷缩在我的小沙发上睡, 也不愿回自己的大别墅。 每次一赶她走, 她就委屈地看着我不说话, 她像个仓鼠一样, 一点点搬东西进来 占满了我的空间。 不仅如此, 她还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 企图养胖我。 我问她不用上班吗? 她骄傲地告诉我, 我哥给我打下了江山, 下半辈子我有用不完的钱, 所以小爷以后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守着你。 我好笑, 仿佛又看到高中时 那个臭屁地炫耀自己 是个孤儿的大男孩。 省公安厅通报, 在816特大击毒专案中, 缴获毒品一吨, 暗值十多亿元, 并通过国际警务合作 成功摧毁一个 跨国走私贩毒团伙。 电视上播放着新闻, 谢燕沉默地抱着我, 我们换上一身黑, 带上几束花去了墓园, 谢叔的墓碑下放着他所有勋章和荣誉, 还有一根鱼竿, 他嚷嚷了一辈子要去钓鱼, 可总忙得没时间, 这下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老谢, 他们都被抓了, 你安心在下面好好过日子, 找个媳妇, 别老姑姑丹丹一个鬼。 我没好气地拍了他一下, 哪有这样跟自己爸爸说话的? 好吗好吗? 你别动气。 他搂紧我, 宠溺地笑笑。 后来, 我无意中翻出一封信, 儿子, 很抱歉在你成长过程中 不能常常陪伴你, 也很抱歉, 你从小到大, 我没有夸过你一句, 不是因为你不聪明, 不优秀, 而是你一帆风顺地长大, 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挫折。 我实在太担心这样的你面对困难, 能有多少担当。 到现在, 我知道是我错了, 我早该知道的, 你是我的儿子, 和你老子一样不惧怕任何艰险, 很欣慰你也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 我这一生, 负了很多人, 唯一不负这一身警服, 希望你能将我的荣光延续下去, 守护家国平安。 有你这样的儿子, 我此生无憾。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被疫情困在外地半个月, 我回来时, 严则没有来接我, 顶着一脸疲倦的表情, 我站在机场给他打电话, 一直打到第三个才被接起来, 秋秋, 你打车回家, 我这边结束去找你。 一句话给我安排得明明白白, 我抿了抿嘴唇, 心里的委屈像潮水一样漫上来, 严则, 你说过会来接我的。 对不起秋秋, 但客户临时更改行程, 明天他就要出国了, 是比很重要的单子。 电话那边, 隐约有交谈声传来, 是一道陌生的女声。 严则顿了一下, 总之, 你先回家, 等我回去再正式向你道歉, 给你补偿。 说话间, 我已经拖着行李箱走到电动扶梯前。 煤流神地上有滩水, 我脚下踉呛, 手里的行李箱被猛地往前甩, 一路滚下扶梯。 开关扣被摔坏, 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掉了一地。 连同我脑中某根理智的弦, 也一起崩断。 在路人精益又同情的目光里, 我听到自己带着哭腔的声音, 不用了。 严则, 我们分手吧。 严则是我妈打麻将时 给我找的相亲对象, 是她某位麻友的儿子。 其实, 以我的年纪, 根本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何况她比我大了整整十岁。 但我妈说, 小颜年龄是大了点, 但长得一表人才, 事业有成, 还是个没谈过恋爱的处男呢。 我被她的直接震惊到, 抱着某种看热闹的心态, 和严则见了一面。 然后, 我就对她一见钟情了。 见面那天, 我们约在本市最贵的花园餐厅。 严则穿得很正式, 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 搭配那张出挑的脸, 有种冷峻又斯文的熟男气质。 而我穿着大口袋背带裤, 包里装着相机, 因为刚拍完两位客人的血针, 满头大汗。 看到严则的一瞬间, 我就开始后悔, 早知道应该回家化个妆再来的。 可是她一点也不介意, 甚至面对我有些失礼的问题时, 很坦然地承认, 我确实没谈过恋爱, 时间都用在工作上。 不过, 她扯了扯领带, 停顿了一下, 江小姐, 你是我第一个心动的对象, 如果你也有意的话, 我们可以试试看。 等真的和严则在一起后, 我才发现, 她说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是真的。 三十岁出头的严则, 已经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 并且还在飞速发展中。 代价是, 她几乎没什么时间陪我, 约会经常临时取消。 这次也是一样。 我期盼已久的音乐节, 临出行前, 严则公司忽然有紧急事物需要处理。 那天我一个人去了机场, 下飞机后, 看到她给我转了十万块钱, 并留言, 玩得开心。 这没有让我心里的委屈消散。 再往后, 音乐节突然查出阳性病例, 我被安排隔离在一家破旧的小旅馆, 又因为隔音太差和隔壁情侣打起来。 一切的情绪都在严则又一次割了我, 而我在机场众目睽睽下射死时, 达到了巅峰。 我一边哭, 一边用了很久, 把散落一地的东西整理好。 到严则家之后, 我简单给伤口消了下毒, 就开始收拾东西。 等我提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回到楼下, 才看到那里停着一辆熟悉的车。 是严则的奔驰杀, 原本是黑色, 后来因为我喜欢, 就被它贴成了银蓝色。 其实, 和它浑身上下那种严厉又冷漠的气场, 一点都不吻合。 目光相对的一瞬间, 我冷淡地开口, 怎么, 怕我走的时候顺走你家的东西, 合同都不谈了, 就跑回来。 谈完了, 它定定地看着我, 眼睛里好像涌动着某种情绪, 讲晚秋, 这是你第七次跟我提分手。 你是觉得我还会跟前六次一样, 被你哄两句就放弃吗? 我咬牙切齿, 语气尖锐, 这一次我是认真的。 严则, 我是要谈恋爱, 不是找金主, 你觉得我缺你那些钱吗? 你就该跟你的工作过一辈子, 根本不配谈恋爱。 严则并没有再挽留我。 好, 我知道了。 他的语气依旧冷静, 只是目光掠过我手背贴着的纱布时, 忽然停顿了一下, 你受伤了吗? 我没有应声, 只是面无表情递上了旁边, 等待许久的出租车。 分手后, 我又重新搬回了我的摄影工作室。 加上之前耽搁了半个月, 累积的单子不少, 我扛着相机东奔西走, 异常忙碌。 但几乎一闲下来, 我就会想起言则。 虽然嘴硬, 但我是真的喜欢他, 难过也是真心实意。 只是他大概不怎么爱我吧, 所以觉得分手也无所谓。 那天晚上, 留学的表弟难得回国, 还给我带了某品牌秋季新款的包包。 我顺手拍照, 发了条朋友圈, 感谢小帅哥送的包。 没想到, 800年不刷朋友圈的言则, 居然给这条点了个赞。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盯着他的头像看了半天, 还以为是在做梦。 结果第二天, 工作室就收到了一个巨大的快递箱。 打开, 里面放着七八个款式各异的, 用防尘袋包着的香奈儿, 仿佛菜市场门口批发回来的。 还在疑惑是谁寄的时, 严则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包。 我听懂了, 你送的。 是。 他好像又在处理什么工作, 停顿了好一会儿, 才问, 你喜欢吗? 我嘴硬, 你有病吗, 颜则, 有钱了不起吗? 别忘了你都老大不小了, 弟弟年轻, 有些东西, 是你再多钱都比不上的。 这一次, 他久久地沉默了。 过了很长时间, 颜则冰冷严肃的声音, 才又一次响起。 带着轻微怒气, 将晚秋, 我们才分手一星期。 不等我说话, 电话就被挂了。 我握着手机, 挣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 颜则不是我的初恋, 但某些方面, 却是跟我最合拍的一个。 他不怎么上网冲浪, 很多年轻人的梗都涉及不到。 经常是我讲完一个段子, 自己大笑了半天, 才看到他眼睛里的疑惑。 我生气又尴尬, 不好笑吗? 不, 是我的问题。 他叹了口气, 摘掉眼镜, 然后凑过来 吻我的睫毛, 一路往下, 对不起, 秋秋。 我掐着他手腕, 轻轻喘气, 好没诚意地道歉。 他撩着我汗湿的头发, 不紧不慢地折磨我, 明天休息, 带你去逛街吃火锅, 给你买新相机。 可恶的老男人, 明明没谈过恋爱, 偏偏在某些事情上天赋异禀, 进步飞快。 起初还束手束脚的, 没多久就脱胎换骨, 摸清了我的深浅和每一处软肋。 或许是因为那天晚上梦到了严泽, 和某些不可言说的场景, 醒来时, 我还有些缓不过来。 眼看时间已经来不及, 只能赶紧带上相机出门。 今天的拍摄对象, 是某个挺有名气的网红博主, 叫白露。 大概是比较有名, 脾气也很骄纵, 一见到我就开始批评, 江小姐, 约好的时间, 你迟到了整整五分钟, 实在是很没信誉。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毕竟理亏, 我赶紧道歉, 等下拍摄费用给您打九折, 约好的成片再多修三张, 您看可以吗? 白露仍然不满意, 拍到最后, 他要坐在花圃里, 被我拒绝, 花园不能踩踏, 您可以往旁边站, 我找角度帮您拍, 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偏要踩。 他冷笑着, 提起裙摆, 就准备往里跨, 我可不相信你们这些摄影师的鬼话, 拍出来不一样, 你能负责。 你人也有三分火气, 何况我本来脾气也不好, 于是毫不客气地伸手把他往处拽。 他失去平衡, 跌坐在地上。 雪白的裙摆被积水染脏, 白露尖叫一声, 爬起来就去拿手机, 你等着, 你等着, 我要找我男朋友教训你。 好啊, 你叫, 我等着。 我抱着相机, 等在原地, 顺手给路上的表弟发了个消息, 让他快点来接我。 这时, 一辆银蓝色的奔驰S-S过来, 停在旁边。 车门打开, 走下一道熟悉的身影。 炎泽, 不可否认的是, 等看清那张神情冷峻的脸, 我心头忍不住振奋了一下。 本以为他是路过, 看到我才停了车, 我还觉得他对我是不是余情未了。 一旁的白露却眼睛一亮, 就奔了过去。 阿泽, 就是他欺负我, 你要替我教训他。 一瞬间, 我愣在原地, 只觉得心头刚才那一瞬间的惊喜, 异常难堪, 又不免庆幸。 要是刚才早开口几秒, 我大概会变成这个世界上最丢脸的人。 炎泽听到他的声音, 眉头猝了一下, 躲开他准备晚上去的手, 怎么回事? 白露回头指了指我, 不知道低声和他说了些什么。 炎泽看了我一眼, 对他说, 我来解决。 你等一下还有活动, 先走吧。 白露娇嘀嘀地说, 可是你不送我吗? 阿泽, 你能不能正常说话? 炎泽皱了皱眉, 我等一下也有事, 你自己打车走。 我抱着相机站在旁边, 欣赏玩着一整场大戏, 直到炎泽走到我面前, 才扯出个冷笑。 你好, 准备怎么教训我, 前男友。 他目光悠碎地望着我, 好久不见。 我心间漠然一颤, 准备好的满肚子, 阴阳怪气的话, 一下子就都说不出来了。 省省吧。 短暂失神后, 我终于又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炎泽, 我们已经分手了。 而且你也这么迅速地 找到了新女朋友, 还在我面前装什么旧情男吗? 什么新女朋友? 他问完这一句,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身后就传来急刹车的声音。 接着是表弟的声音, 姐你别怕, 我带姐夫来帮你了。 两道身影跑过来, 拦在我身前, 目光交错的一瞬间, 我看到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一时有些愣着。 表弟恶狠狠地瞪了炎泽一眼, 接着偏头问我, 姐, 就是她找你麻烦吗? 也不是, 是她女朋友。 炎泽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江晚秋, 我没有女朋友。 这下在场的人都看出不对劲了, 表弟迟疑地侧头看了看身边的人。 鹿鱼怀身体一僵, 缓缓转过身来, 江晚秋, 好久不见。 同一天接连碰见两位前男友, 且两个人还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我深感今天出门前没有看日子, 才会沦落到这样的境地。 场面僵持了片刻, 我深吸一口气, 转身就走。 算了, 就这样吧, 回家。 刚走了两步, 手腕就被人抓住了。 回过头, 正对上炎泽近在咫尺的目光。 他说, 江晚秋, 我们谈谈。 微凉的秋风吹过耳畔, 一瞬间, 我心态忽然就崩了, 谈个屁, 我他妈和你有什么可谈的。 炎泽, 你好会演啊, 在我面前装得和纯情老楚男一样, 结果呢, 才分手半个月, 又勾搭上别人。 他不是还让你教训我吗? 你倒是来啊。 炎泽抿了抿唇, 忽然一弯腰, 直接将我打横抱了起来。 身体一清, 我下意识护住了怀里的相机。 正要开始挣扎, 炎泽低头, 目光落在我嘴唇上, 别乱动。 仿佛别有深意的目光, 微微沙哑的嗓音, 一下子把我拖进某些 不可言说的回忆里。 很多个灯光摇曳的昏昧夜晚, 我试图用无力的手推开炎泽时, 也会被他一把捉住, 放到唇边亲一亲, 哑着嗓子漆尽, 别乱动, 秋秋, 你会受不住。 我的脸一下子红得发烫, 吞了吞口水, 我正要说些什么, 一旁的表弟已经冲了过来, 你要把我姐带到哪儿去? 好小孩, 小时候没白给你买那么多零食。 炎泽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我和他有些私事需要解决。 他抱着我放进车附驾, 扣好安全带, 然后在驾驶座上坐好, 发动了车子。 他不是我女朋友, 我也不是特意来帮他, 只是要去见客户, 正好路过这边。 炎泽解释了一句, 我心头的玉气微微散去了一些, 但依旧不依不饶地问, 别想骗我。 他叫你叫得那么亲近,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邻居, 邻居, 小时候的邻居。 他补充了一句, 后来他搬走了, 前段时间刚回来, 两家人一起吃过一顿饭。 我默默在心里比较了一下, 我妈和炎泽妈妈, 只是一起打过几次麻将而已, 但白鹿作为旧日邻居的女儿, 显然要亲近多了。 停, 江婉秋, 你在想什么? 我漠然惊觉自己在比较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不免觉得羞耻。 索性炎泽没有发觉我在想什么, 他只是在静默里又一次开口, 手上的伤, 好了吗? 我迟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好了, 怎么弄的, 怎么弄的, 这个问题让我一瞬间安静下来。 那天飞机落地之前, 我已经在脑海中排练过无数遍, 见面后我要如何跟炎泽撒娇, 怎么向他诉说那对情侣的过分, 然后趁着他哄我的时候, 提出一些得寸进尺的要求。 比如穿上我装在行李箱里那套半透明的女仆, 但一切都终止于她的疑痛变化。 就像现在, 我骤然清醒过来, 再一次意识到我们已经分手的事实, 没什么, 就是不小心而已。 我的声音也跟着冷淡下来, 炎泽大概是察觉到了, 顿了顿, 忽然问我, 你那天发朋友圈的包, 是刚才那个人送的吗? 以为他说的是表弟, 我嗡了一声。 然后, 炎泽忽然一打方向盘, 车在路口拐弯, 滑入一旁的停车位。 他借了安全带, 探身过来, 近在咫尺的距离凝视我的眼睛, 将晚秋, 灼热的气息缭绕在我鼻息间。 炎泽是个生活习惯很良好的人, 从不沾烟酒, 因此呼吸间吐露的气息很好闻。 喉咙忍不住发紧, 那个瞬间, 我几乎以为他要吻我。 但安静的密闭空间里, 熟悉的手机铃声响起来。 炎泽接起电话, 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和公事公办。 我在路上了, 你最后检查一遍方案, 多打印两份备用, 我半小时后到。 他挂掉电话, 看着我, 秋秋, 我需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 你在车里等我, 或者先回家, 我晚点去找你, 可以吗? 这就是炎泽, 永远冷静自持, 分得清主次先后, 任何人在他的工作和事业面前都得让路。 心头悸动, 仿佛被一盆冷水兜头泼下, 我攥着衣摆, 深吸了一口气, 不用了。 炎泽, 我们已经分手, 分手就意味着结束。 我强压着心头尖锐的刺痛, 吐出最后几个字, 我没空当你工作闲暇时的调剂, 我要和全心全意爱我的人谈恋爱。 说完, 不等炎泽回话, 我解开安全带, 头也不回地下车走了。 从炎泽的车里下来, 我静止去了附近的酒吧, 然后就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陆于怀端着酒杯, 在我对面坐下, 秋秋, 隔着眼睛里一层薄薄的醉意, 我看着他, 你跟踪我。 是, 因为他就那么把你带走了, 我和江恒都不放心, 就说好, 有我开车跟在后面。 江恒就是表弟的名字, 我没有应声, 仰头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忽然想起什么, 我掏出手机, 把钱退给白鹿, 然后拉黑了他的微信。 陆于怀就安静地坐在我对面, 也不喝酒, 就那么望着我。 在炎泽之前, 我还谈过几段恋爱, 其中就包括了陆于怀。 他是我的初恋, 说来好笑。 他是表弟隔壁班的同学, 小我一岁, 最开始是我追着他跑, 好不容易追到手, 谈了半年, 他出国了。 一国恋谈的一场辛苦, 几次三番, 我最需要陪伴的时候, 他都不在我身边。 于是我崩溃了, 分手吧。 电话那边, 陆于怀沉默了好一会儿, 江晚秋, 是你先追的我。 是, 所以我来说结束, 也算有始有终吧。 我说, 陆于怀, 我是个自私的俗人, 谈恋爱就是为了快乐, 现在我不快乐了, 我们只能分开。 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挂掉了电话。 我想, 那大概就是默许分手的意思。 从记忆中回过神, 我的目光落在对面, 陆于怀握着酒杯的手指上。 他年纪小, 又弹了多年钢琴, 体态与手指都如少年般修长。 我有点手控, 一直很喜欢这样细长漂亮的手, 直到遇上严则。 他用成年人特有的方式教会我, 手这种东西, 倒不是越修长越好。 你脸红了? 陆于怀忽然说, 猝不及防被指出, 我感觉头顶都在冒烟, 慌忙举起酒杯, 挡住脸, 喝酒上头而已。 然后手腕就被一股温热的力道握住了。 陆于怀用了点力气, 拉下我的手, 直直望着我的眼睛, 江满秋, 明明一开始是你先招惹的我的, 现在我走不出来, 你就这么喜欢上别人了吗? 我一边试图抽回手, 一边问我喜欢谁了。 你看他的眼神, 和当年看我的时候一样, 还是不一样的。 陆于怀, 咱俩分开挺久了, 我现在想谈的是成年人的恋爱。 当初和陆于怀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他年纪太小, 我们之间最亲密的接触, 也不过是一个蜻蜓点水的吻。 我也可以和你谈成年人的恋爱。 他说着, 抿了抿嘴唇, 忽然站起来, 俯身凑近我, 姐姐, 我托江横送你的包, 你喜欢吗? 原来是他送的。 我愣了一秒, 还没来得及开口, 腰间忽然被一股力道往后勾。 猝不及防下, 我往后扬倒, 跌进一个气息熟悉的温热的怀抱。 严则抱着我, 居高临下地看向陆于怀, 忍我带走了, 别想打他的主意。 陆于怀的表情冷到极点, 他看着我, 那双眼睛里藏着无数涌动的情绪, 姐姐。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 就被严则抱走了。 他的手臂肌肉线条流畅, 抱着我时, 就像抱着一片轻飘飘的叶子。 再一次被放进熟悉的副驾, 我开始挣扎。 严则, 你是不是有病? 你的合同不谈了? 嗯, 不谈了。 他停顿了一下, 轻声过来吻我, 还是追老婆比较重要。 我做梦也没想到, 这话会是严则说出来的。 也许是太不可思议了, 听到的一瞬间, 我的心跳竟然就开始加速。 一瞬间, 我停住动作, 愣愣地看着他。 严则没有再说话, 他系好安全带, 发动了车子。 眼看着窗外风景, 渐渐变得熟悉, 我忽然反应过来, 他在往我住的地方开。 不去你家吗? 不去了。 严则奇怪地停顿了一下, 然后说, 你家离得近一些, 将晚秋,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我没有应声。 实际上, 只要想起那天在机场的狼狈, 我还是会觉得难堪和伤心。 秋秋, 严则又叫了我一声, 那些被我故意压下去的痛意, 又细细密密地从心底犯上来。 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 严则,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但你实在是太忙, 在你的人生排序里, 有很多东西都排在我之前。 所以, 说好的约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取消。 所以, 你说要来接我, 也可以在我落地后告诉我你不来了。 我的声音里, 已经带上了压抑不住的哭腔, 所以, 之前那么多我需要你的时刻, 你都缺席了。 那天我在机场一边道歉, 一边收拾自己的箱子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严则。 昏暗的车灯下, 严则望着我的眼睛, 喉结动了动, 然后一把抱住我。 对不起, 秋秋。 他微微停顿了一下, 声线更低沉, 我不知道你遇到了那么多麻烦, 以后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我向你保证。 声音里裹挟着厚重的歉意, 像一场姗姗来迟的雨, 浇灭了我心头的怒气, 却又有另一种火焰燃起。 落在我腰间的手心触感滚烫, 又熟悉, 我吞了吞口水, 决定用成年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只道歉就可以了吗? 我说, 上楼, 我们详细聊聊这个问题。 卧室暖黄的灯光下, 严泽望着那件短小的黑白女仆装, 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我用脚尖勾着小腿晃悠晃悠, 坐在飘窗上看着她, 故意挑着眉毛冷笑, 怎么, 这点付出都不愿意, 怎么好意思让我原谅你? 说完, 我站起身, 拉开卧室门, 请离开我家, 严先生。 严泽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 我穿, 他的嗓音低沉而轻缓, 秋秋, 后果你最好承担得起。 声音传入耳中, 我被拖拽进某些色调 以你的场景里去, 脑子昏昏沉沉。 窗外乌云飘来, 遮住月亮, 熙熙历历的夜雨落下, 摇晃的窗帘部漏进一线光亮。 我颤颤地问, 严泽, 你怎么了? 口渴。 我擦掉眼尾的泪水, 试图站起身, 那我去帮你倒水, 话音未落, 就被严泽拽了回去。 他嗓音更哑, 不用。 第二天醒来时, 我嗓子疼得难受。 严泽倒了杯水过来, 为我喝完, 又问我, 算和好了吗? 不算。 我说, 你还在考察期, 要想转正请多努力。 严总。 之前恋爱的时候, 有一次为了等严泽一起约会, 我去过他们公司, 看着那些跟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一口一个严总逼叫他。 为了好玩, 我也故意这么叫他。 严总, 您还缺私人秘书吗? 我可以应聘吗? 结果那天晚上, 严泽失控了。 现在, 他听我又这么叫, 眸光又微微一暗, 却眉眼低垂, 收敛情绪, 问我, 今天有拍摄吗? 有。 我赶紧说, 所以你赶紧回公司吧, 我也要忙了。 其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似乎事情已经说开, 我们就该顺理成章地复合。 可心中隐约躁动的不安情绪又提醒着我, 事情没那么简单。 后面几次见面, 基本都是约在我家这边。 甚至我想起有东西落在他那里, 想回去拿, 都被严泽拒绝。 起先我还不知道那是为什么。 直到那天下午, 回家看我妈, 正好她带着几个朋友在院子里打麻将, 严泽妈妈也在。 我倒了个水的功夫, 其他人就都走了, 只剩她站在原地, 歉意地看着我, 对不起啊, 秋秋, 要是早知道白鹿还能搬回来, 我肯定不撮合你和严泽了。 端着杯子的手忽然顿住, 阿姨, 你说什么? 不过还好, 你们之前也分开了, 否则我真是做了件大错事。 严泽妈妈的声音, 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严泽这孩子, 从小就不爱说话, 我只知道他当初喜欢过白鹿, 不知道他这么多年, 还对人家念念不忘的, 像是带着细密尖刺的藤蔓, 一瞬间捆住心脏, 我盯着手里的玻璃杯, 耳畔轰鸣声作响, 大概是我的脸色太难看了, 严泽妈妈很担心地过来, 挽我的手, 秋秋, 你还好吗? 阿姨, 我颤着眼睫挤出一个笑, 我没事, 就是昨晚着凉了, 有点感冒。 我打了车, 直奔严泽家小区, 却又在门口停下, 见了面, 要说什么? 问是不是拿我当玩具, 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 你喜欢白鹿, 却只瞒着我? 还是问, 我们这样, 到底算什么? 我站在深秋冰冷的风里, 抬手摸了把眼睛, 才发现自己满手冰凉的失忆, 怎么那么蠢, 他说什么都当真? 江小姐, 一道高傲的嗓音从身后传来, 我转头, 看到白鹿妆容精致的脸, 我面无表情地问你, 怎么在这里? 我就住这里啊, 他惊讶了一瞬间, 接着笑得花枝乱颤, 江小姐,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针对我了, 虽然对你来说可能很残忍, 但阿泽和你在一起, 的确是因为你和我年轻时有点像, 一阵更猛烈地风吹了过来, 他穿得很凉快, 在我对面打了个寒颤, 换个地方说话吧, 我面无表情地跟在他后面, 进了旁边一家咖啡馆, 白鹿捧着一杯热拿铁, 抬着下巴, 骄傲地看着我, 江晚秋, 就算你在极度也没用, 阿泽的初恋就是我, 这么多年, 他也只喜欢过我一个, 你最好早点从他身边滚开, 虽然阿泽的确是很优秀, 年纪轻轻, 事业有成, 但这不是你死缠烂打的理由, 女孩子还是要知道点廉耻, 其实他和上次约拍时见面时, 也没什么区别, 依旧愚蠢又骄纵, 我和善地问, 说完了吗? 他高傲地点了点头, 然后我抄起桌子上加了双倍椰浆的焦糖拿铁, 从他头顶泼了下去, 粘稠的褐色液体挂了他一头的头发, 连同白色的大衣也被染脏, 在白露的尖叫声里, 我抽了张纸巾, 把剑在手背上的几滴咖啡擦掉, 然后撑着桌面看向他, 骂谁不知廉耻呢? 白小姐, 你可以说他不爱我, 但不能说我是你这种蠢货的替身, 懂吗? 众目睽睽下的狼狈, 大概已经让白露失去理智, 我好整以暇地欣赏着他的样子, 直到颜泽带着冰冷怒气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谁让你来找他的? 他在我面前, 向来冷静自持, 为数不多的失控, 也是在特殊时刻,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紧绷的, 不眼怒火的声线, 对面的白露仿佛看见了救星, 红着眼圈, 哭唧唧地叫, 阿泽, 我心肩痛得发抖, 仍然强撑着站起身, 和颜泽对峙, 就是来找了, 怎么样? 结果他眸光沉了沉, 居然一伸手把我拉到了身后, 接着又对白露重复了一遍, 谁让你来找他的? 啊, 我傻了, 这话难道不是对我说的吗? 白露哆嗦着嘴唇, 眼泪连珠似的往下掉, 好像心态一下子就崩了, 阿泽, 你明明看到了, 是他拿咖啡泼的我, 你怎么还能怪我? 他为什么不能泼你? 颜泽的语气冷得像是结了冰, 你不打一声招呼, 就擅自搬来和我做邻居, 在我妈面前胡说八道, 现在又来为难我女朋友, 难道我还要夸你一句做得好? 白露哭得更加伤心, 我说错什么了吗? 明明当初你喜欢我, 是你也承认的, 白小姐。 颜泽冷冷地打断了他, 谎话多说, 即便连自己都能骗过去吗? 当初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才对。 哭哭啼啼的白露离开后, 咖啡厅里只剩下我和颜泽, 因为刚刚那一场闹剧, 附近不少人都在拿余光偷偷瞥我们。 我深感丢人, 于是牵着他的手往出走。 坐进车里, 一团轻飘飘的暖雾涌出来, 在我身周四散, 被动得发僵的手和脸颊 一点点恢复了直觉。 我看着面前的颜泽, 只觉得心头被压抑许久的委屈一并翻滚上来, 张了张嘴, 不等出声, 眼泪就先一步掉了下来。 颜泽僵了僵, 温热的指尖擦过我眼尾, 秋秋, 别哭。 我顺劳把眼泪鼻涕一起擦在他袖子上, 你一直都在骗我。 颜泽, 你说我是你人生中第一个有好感的人, 结果十多年前, 你就跟人表白过了。 这么久你都不让我来你家这边, 原来是因为你初恋搬来和你做邻居了。 怎么, 你生怕我发现你脚踏两条船的真相吗? 现在他还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说我是他的替身。 太可笑了, 怎么能用这种事羞辱我? 我一口气控诉了一大堆言泽的罪名, 而他只是听着, 最后无奈地勾勾唇角, 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江法官, 如果你的指控暂时告一段落, 我能不能为自己辩驳两句? 我恃宠而骄地抬起下巴, 说吧, 我没有跟他表白过, 也没有喜欢过他, 当初是他惹上麻烦, 想用这个噱头逼对方知难而退, 我出于多年邻居的情分才同意的。 炎泽稍微停顿了一下, 我妈刚才打电话来, 说她不小心说漏了这件事, 看你表情不是很好的样子, 所以我也把真相告诉她了。 至于她搬过来这件事, 我没有告诉你, 是不想让你和她有任何接触。 这个人, 很极端, 也很不择手段, 虽然表面看起来很蠢, 她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了所有误会, 但我心中莫名欲结的情绪并没有散去。 沉默片刻, 我闷声说, 但我还是不高兴, 炎泽, 她很有耐心, 低声哄我。 嗯, 为什么? 我答不上来, 心里乱七八糟的情绪融化成一团, 把我的全部理智都包裹住了。 其实从一开始, 我和炎泽之间的矛盾根源, 就并不是因为白露。 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吵架, 三番五次的提分手, 都是因为生活步调上的不一致。 在我出现之前, 她的生活已经在从前的三十一年里定了形, 井井有条, 严肃刻板。 因此, 她的公司, 客户, 工作, 很多东西的优先级都排在我之前。 哪怕那天晚上, 她暂时丢下客户, 回来酒吧找我, 也只有这一次而已。 我想在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优先选择我。 无理取闹的话卡在嘴边, 却怎么都吐不出来。 于是最后, 我垂头丧气地说,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们年龄差距太大, 本身也不是很合适, 就, 话还没说完, 炎泽忽然伸手, 一把抱住了我。 其实我也知道, 目前的状态不适合, 所以那天你说要分开, 我没有反驳。 但我失败了, 因为我没办法适应 离开你的生活。 她的手指在我后背寸寸收紧, 不是说还在考察期吗? 在考察我一段时间, 好不好, 秋秋。 炎泽的下巴就抵在我肩头, 灼热的气息喷吐在耳畔。 我只觉得腿软, 头也发晕, 犀利糊涂地, 就被她带上了贼船。 大概是因为不想让我见到白鹿, 炎泽收拾了她在本市的另一处房产, 带着我搬了进去。 那几天, 她带我回了趟家, 炎阿姨看到我, 满脸愧疚, 秋秋, 阿姨不知道你和炎泽已经和好了, 也不知道当年的事情是那样的, 给你造成了困扰, 真的对不起啊。 我何德何能让长辈给我道歉, 吓得从沙发上蹦起来, 别这么说, 阿姨, 都是严则的错, 要是她早点把事情说明白, 不就没这么多误会了吗? 一旁正在帮我切芒果的严则文言, 严肃地点了点头, 的确是我考虑不周。 没想到她懒锅懒得如此爽快, 我后面准备的话倒说不出来了。 所谓的考察期, 其实和之前恋爱时也没区别。 倒是我抽了个空, 认真研究了一下白露的微博主页, 发现她给自己打造的人设, 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的高知女性。 怎么说呢? 不能说十分吻合, 只能说毫不相干。 那天下午, 我和姜恒见了一面。 大概是在国外这几年, 她和陆于怀关系处得不错, 没聊几句, 她就问我, 姐, 你和陆于怀真的没可能了吗? 她派你来做说客。 姜恒抓了抓头发, 看起来有些苦恼, 也不是, 我就是觉得你和她比较合适嘛, 不但是彼此的初恋, 年龄差距也没那么大, 那个男的比你大了十岁哎。 真的不会有代沟吗? 客观来说, 是有的。 其实, 最近严泽已经很迁就我了, 几乎推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应酬和酒局, 没工作, 要处理的时候就在家陪着我。 但她的时间也实在有限, 而且不爱上网的习惯没变, 依旧不懂我这种资深网瘾少女的梗。 就比如前两天, 我刚把她车在音响的歌单, 从一堆钢琴曲交响乐, 换成了我钟爱的小众乐队。 你天天听着这玩意儿开车, 真的不会犯困吗? 严泽竟然真的思考了一下, 然后说, 不会。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我需要安静点。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和我待在一起的时候太吵了, 你嫌我话多。 面对我的无理取闹, 严泽的表情依旧冷静, 秋秋,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磨了磨牙, 揪着她的领带就吻上去, 那你什么意思? 倒是展开说说呀。 好在我只走神了一会儿, 就被江恒的声音拽回现实。 姐, 我回过神, 忽然察觉到不对劲, 偏头看了一眼, 才发现陆于怀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边。 抱歉, 不是我有意隐瞒, 但如果不以江恒的名义, 你应该不会再和我见面吧? 她冷冷清清的声音响起, 像是琴音, 而那双凝视着我的水蒙蒙的眼睛里, 也仿佛凝聚着这几年, 伦敦经久不散的阴雨雾气。 她今年也不过二十岁, 三年前在异国他乡被我提分手时, 甚至还没成年。 面对陆于怀, 我的确是有一点愧疚的, 但也仅此而已。 那个包, 我其实并不需要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给个地址, 我改天给你寄回去。 陆于怀米了敏唇, 突然撑着桌面俯下身, 一点点凑到我近前, 一开始以为是江恒送的, 你怎么就收了? 姐姐就这么讨厌我, 一个包都要和我划清界限。 不能这么说, 江恒是我弟, 但你和我, 总之, 我们已经分手三年, 我现在也已经有男朋友了, 收下你的礼物, 并不合适。 我往后躲了躲, 没想到陆于怀寸步不让, 又跟着逼近, 眼里情绪翻涌, 像是堆积的乌云, 当初你跟我提分手, 理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我没办法陪在你身边, 那他就可以吗? 你最需要陪伴的时候, 他都在吗? 这话, 无疑戳中了我心底最隐秘的软肋。 我微微失神了一秒, 紧接着, 就听到了一阵 有远即近的急促脚步声。 面前陆于怀的脸忽然消失, 我回过神, 看到颜泽暗含怒意的神色。 他正冷冷地盯着陆于怀, 与带警告, 我说过, 别打他的主意。 被拎开的陆于怀 整了拯咒起的领口, 分毫不让, 怎么, 你没空陪他, 还不许别人来。 颜泽眼睛里优邃翻滚, 接着他闭了闭眼, 不再理会陆于怀, 只是看着我, 秋秋, 你说过, 只是来和你表弟见个面。 我可能耳朵出了问题, 不然怎么从他的声音里 听出了一丝委屈。 我的确是来和我表弟见面的。 我赶紧瞪了一眼对面的江恒, 解释一下。 江恒赶紧说, 确实是我偷偷把人带过来的, 我姐不知情, 姐夫, 你别怪他。 陆于怀站在原地, 抿着唇眉说话。 颜泽微微点头, 语气依旧发冷, 既然如此, 我就先和他回家了。 跟在颜泽身后上车时, 我还在想这是该怎么解释。 结果他沉默片刻, 反倒先一步开口了。 所以, 你要同时考察两个人吗? 我侧头去看, 才发现他下河线紧绷, 神情有种说不出的冷肃。 像是生气, 又像是紧张。 怎么可能, 不是说了是偶遇吗? 我不想再纠结这件事, 于是转移话题, 不过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 有个大项目成功交付, 临时出来聚餐。 那你就这么半路走了, 合适吗? 颜泽一手搭着方向盘, 淡淡地说, 我是老板, 万恶的资本家。 难得他下午有空, 我们干脆一起去看了部电影。 为了放松, 选的是部国产爱情片。 结果好死不死, 剧情正好是女主和初恋分手多年后再遇, 几番纠葛后, 选择和现在的男朋友分手, 投入初恋怀抱的故事。 救命啊! 哪怕身边的颜泽没有说话, 我也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气场更加冷凝。 回家后, 我刚按下客厅灯的开关, 颜泽的闻已经在从暗到明的光亮交错中落了下来。 我没站稳, 下意识往后倒, 他一手就伸过来, 很体贴地垫在了我脑后。 我颤颤微微地解释, 我发誓, 这电影真的是我随便选的。 他离开我嘴唇, 微微退开一点, 秋秋, 我的确不太懂年轻人的偏好, 语气好像有点落寞。 我很想安慰他, 有些话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 年龄问题嘛, 毕竟是年过三十的老男人了, 这也不能怪你。 然后气氛顿时死寂。 我看着面前颜泽, 那双漆黑的眼睛里冒出星星点点危险的寒光, 张了张嘴, 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年, 零, 问, 提。 他一字一句地缓慢重复完, 盯着我的眼睛, 忽然扯着唇角笑了一下, 秋秋, 你还记得之前吵架的时候, 你打电话跟我说过什么吗? 我吞了吞口水, 试图蒙混过关, 不记得了。 没关系, 我帮你回忆。 他牵着我的手, 迎我指尖共舞, 直到我仰面躺在沙发上, 又被灯光刺得眯起眼睛。 颜泽甚至很贴心地去把灯光, 调成了温吞的暖黄色。 那天在电话里嘴硬说过的话闪过脑海, 别忘了你都老大不小了, 弟弟年轻, 有些东西是你再多钱都比不上的。 光线再按下来几分, 颜泽站在沙发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目光不一开, 却又慢条丝里地松了袖扣, 摘下腕表, 垂眼望着我, 轻轻地笑, 那可不一定。 色令致婚啊, 色令致婚。 第二天, 我睡到中午才醒来, 拖着酸软的身体去了工作室, 然后痛定思痛, 决定认真工作一段时间。 看了看被忘录里 接下来几天的拍摄计划, 我预备再接几单, 于是打开微博。 下一秒, 铺天盖地的私信消息涌了进来, 随便点开一条, 都是不堪入目的辱骂。 耳畔仿佛有轰鸣声响起, 我深吸了好几口气, 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一连点了十几个人的私信网报, 我终于弄懂了。 白露写了篇言辞悲欺的小作文, 把我挂在了他微博主页。 在他的叙述中, 我是拆散他和颜泽这对 重逢的有情人的恶毒女配, 嚣张跋扈到极点, 身为前女友, 因为极度, 拍照时故意找茶, 还找他示威泼咖啡。 也有他们曾经的高中同学出来证明, 言泽的确喜欢过白露。 在那条微博里, 白露还贴上了那天, 在咖啡馆的一小段监控视频, 恰好就是我把咖啡泼了他满头的那一幕。 颠倒黑白, 可我要怎么反驳? 他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 粉丝数目众多, 又很好地把握住了网络痛点, 占了先机。 就这一会儿功夫, 那些骂我的私信数目还在激增, 随便点开一条, 脏话触目惊心。 我气血翻涌, 大脑嗡嗡作响, 不想再看, 匆匆忙忙关掉微博。 门铃被暗响, 是个陌生快递, 拆开来, 里面放着一只骨灰盒, 还有一张纸条, 小三去死。 我手一抖, 盒子掉在地上, 衰裂开来。 那个瞬间, 我忽然就明白了 严泽说白露的那句话。 他说, 这个人很极端, 也很不择手段, 虽然表面看起来很蠢, 这种利用网络舆论 诛杀情敌的手段, 哪里是一个看起来 骄纵的蠢人用得出来的。 我蜷缩在沙发上, 咬着嘴唇给严泽打电话。 他接得很快, 秋秋, 熟悉的, 正经又微微沙哑的声线, 一瞬间把我强撑出来 那点零星的冷静击溃。 我开始嗷嗷大哭, 声音里带着抽烟, 断断续续, 严泽, 你都不上网, 你知不知道白露做了什么。 我就是和你谈个恋爱, 为什么要承担这一切? 我后悔了, 后悔和你在一起了, 还不行吗? 从很小的时候起, 我妈就宠着我, 没让我受过一点委屈。 后来谈恋爱了, 也是如此。 谁让我不开心了, 大不了就分手。 和颜泽在一起这段时间, 我已经生了很多之前从没生过的气, 而这场由白露一手引导的网报, 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电话挂断, 我把头埋在膝盖之间, 专心致志地哭。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股温热的力道还住手腕。 下一秒, 我就被拽进一个, 尚且带着深秋料撬寒意的怀抱里。 颜泽紧紧抱着我, 手一下一下俯弄着我的发顶, 像是在安慰。 语气也刻意放得低沉又温柔, 秋秋, 别哭, 我来解决。 你要怎么解决? 我问, 你能阻止这群人私信骂我, 还是能阻止他的极端粉丝 给我祭鼓挥合。 颜泽抿了抿唇, 眼睛里都是歉疚。 当着我的面, 他拿出手机, 拨通电话。 那边传来白露娇娇的声音, 阿泽, 想我了吗?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泰然自若的语气。 颜泽冷冷地说, 别装模作样的了, 你引导粉丝网抱我女朋友, 捏造事实, 必须澄清谣言, 然后跟她道歉。 哎呀, 你都不上网, 工作又这么忙, 就这么一点小事, 她还要跟你告状吗? 我气得肺都要炸了, 正要抢过手机开骂, 颜泽就按住我的脑袋, 一边顺毛安抚我, 一边继续说, 当初那件事, 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是为什么。 如果你不道歉, 我会把真相事无巨细地公布出来, 气氛一瞬间凝固, 片刻后, 白鹿哀怨的声音响起, 阿泽, 你明明答应过, 永远替我保守秘密, 那是在你没有惹到我的前提下。 严泽说, 你很清楚, 我不是什么善良的好人。 白鹿哭得梨花带雨, 阿泽, 我们青梅竹马这么多年, 你真的要这么狠心对我吗? 我不相信, 你对我一点情分都没有。 严泽失去耐心, 挂断了电话, 然后又拨通一个号码。 我需要处理一点网络舆论上的事, 杨敏, 半小时内出个方案给我。 一道年轻的女生在那边大呼小叫, 不是吧严总, 咱们公司被人黑了。 这能忍, 齐哲别睡了, 起来干活, 是私事。 严泽顿了顿, 事关你们老板娘。 然后他当着我的面, 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 发布了人生中第一条微博。 今天, 关于白鹿在网络上, 针对我和我爱人的一系列污蔑, 现做出如下澄清。 他被泼咖啡, 是因为主动上门挑衅。 从前默许白鹿的那些行为, 是他上学时同时招惹两个男朋友, 对方扬言要找人打断他的腿, 所以他拉我做挡箭牌。 碍于多年邻居的情分, 我同意了, 但并没有喜欢过他。 我爱人是我初恋, 和他之间没有半点联系。 他给出的证据, 是一段带着微微电流声的录音, 正是当年翻车的白鹿, 慌乱来找他帮忙时的哀求。 微博发出后, 很快被严则公司那两个宣传部门的女孩, 买热度造声势, 飞快送上热搜。 风向反转, 白鹿被舆论反噬。 他大概是没想到严则真能做到这种地步, 打来电话, 又被严则按掉, 当着我的面把他拖进黑名单。 房间里安静下来, 窗外夜色昏暗, 有星星点点的灯光亮起, 烘托出室内暧昧又温情的氛围。 我看着严则的眼睛, 只觉得心里又酸又甜, 眼眶又胀得难受。 我爱人, 你的用词好老土。 嗯, 符合我的年纪。 他自朝般轻笑一声, 三十多岁的老男人, 老土点也正常。 可是, 为什么扬言要打断白鹿腿的笑霸, 听说你喜欢他之后就不敢动手了? 严则僵了僵, 低渴两声, 那时候年轻气盛, 打过几次架, 在学校里的鸣声, 不太好听。 三言两语, 勾勒出一个与眼前成熟稳重的言则, 截然不同的形象。 我有点遗憾, 太可惜了, 没见过那样的你。 现在认识, 总也不迟。 我忽然想到那段录音, 所以当初他来找你帮忙, 你答应了, 但同时录了音。 做事留证确保万无一失, 是我的习惯。 严则淡淡地说, 我赶紧回想了一遍, 自己以前有没有惹过严则, 说过什么不妥当的话, 结果一回神, 就看到他凑到我近前, 一双幽深的眼眸眨, 也不眨地盯着我。 我没有在你这里路过一秒钟的音, 留过任何所谓的证据。 你和他不一样, 秋秋, 我爱你。 猝不及防地表白, 脑中像有烟花一朵朵炸开, 我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言则, 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 你说什么? 我爱你, 秋秋。 伴随着这句话, 灼烫的文也印在我嘴唇上, 会扣我的分吗? 近乎呢喃的声音, 我被亲的脑袋发晕, 迟了几秒才勉强换回一丝清醒的神志, 扣什么分? 既然我还在考察期, 这一次的事情会扣我的分吗? 不好说, 我喘了两口气, 故作苛刻, 看你表现。 很快我就后悔说了这四个字, 也许是因祸得福。 这一场舆论过后, 我的个人摄影工作室的名头, 反而打了出去。 来找我约拍的人, 一下多了好几倍, 付了定金的单子, 已经排到两个月之后。 忙着赚钱的同时, 我没忘记把那个包寄给江恒。 既然是陆渔怀托你送的, 那就你给他拿回去吧。 我在电话里说, 以后也不要再瞒着 我让他来见面了, 没有意义, 我跟他的事情,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江恒在那边哀声叹气, 对不起阿姐, 我就是想到陆渔怀拒绝了伦敦的工作回来找你, 难免有点心软, 没给你添麻烦吧? 没事。 我看了一眼餐桌边的严泽, 我去吃晚饭, 先不聊了。 电话挂断, 严泽抬眼看着我, 故作大度, 一个包而已, 留下也没关系。 真没关系? 我故意问, 我天天用也可以。 严泽放在桌边的手, 不动声色地收紧, 每天用同一个包, 不好搭配, 我再多送你几十个吧。 几十个, 那我一个月还能用上两次重复的吗? 老男人吃起醋来真是笑死人。 晚上严泽在书房处理工作, 我抱着游戏机在旁边玩塞尔达。 由于太过投入, 也没太听得进去, 他刚才说了什么。 直到严泽走到我面前, 摘下那副处理工作时, 才会戴得银边眼镜, 撑着扶手俯下身来, 玩得这么专注, 都不听我说话。 我一边练习顿法, 一边随口说, 你以前不也这样吗? 一旦沉浸在工作里, 我跟你说话都听不进去。 严泽停顿了一下, 然后又跟我道歉, 对不起。 这段时间, 他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对不起。 我想了想, 把手里的苏志蒂给他, 然后起身, 往浴室走了几步, 又回过头。 看到严泽眼睛里的疑惑, 我又补充了一句, 光嘴上道歉有什么用, 我先去洗澡, 你把这只人马打死我就原谅你。 接下来的日子里, 原本就工作忙碌的严泽生活 更加充实了。 我甚至看到因为上次白露那件事, 加了微信好友的杨敏, 发了条朋友圈, 真是活见鬼了, 下午去老板办公室送终审方案, 看到连微博都不刷的他在查游戏攻略, 30秒无伤打人马教学。 我截图了那条朋友圈, 心情不好就翻出来笑一笑, 大概是严泽真的有点天赋异禀, 研究了四五天之后, 真的帮我打死了人马, 还是无伤完成。 他把我的游戏机还回来, 然后说, 秋秋, 我下个月10号要出去一趟。 干什么? 去上海, 谈融资的事。 他郑重其事地说, 我的公司应该快要上市了。 我很为严则高兴, 他却满目歉意, 10号是你的22岁生日。 哦, 不过也没关系, 这句话倒是真心实意, 在我们家, 生日一般都是过农历, 因为单子排得很满, 哪怕是生日这天, 也不能休息。 不过想想是为了赚钱, 我动力十足。 有个早就跟我约了时间的小妹妹, 说要拍一组工业颓废风的写真。 几番协商, 敲定了市郊一家废弃多年的工厂。 到了那天早上, 我专门提醒了他一句, 要带好假血浆, 然后才过去和颜泽一起吃早饭。 他是中午的飞机, 等下就要出发去机场。 我正在啃三明治, 一抬眼就看到颜泽坐在对面, 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干什么? 我在想, 晚去一天也没关系, 还是陪你过完生日吧。 我大感意外, 有点恋爱恼了哈颜总,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放在过去, 什么生日纪念日的, 在你的公司面前都得往后靠。 以前的我不识抬聚。 颜泽轻轻叹了口气, 合同丢了可以再谈, 喜欢的人跑了, 就是真的跑了。 话虽这么说, 我还是挤口吃完早饭, 收拾了相机和镜头, 真的不用, 我等下也有拍摄呢, 你还是好好去谈你的合作, 早去早回。 出租车一路行至工厂门口, 司机师傅有情提醒我, 这边地方很天, 你一个小姑娘, 要注意安全。 谢谢叔叔, 不过没事的, 我们是两个女孩子, 过来拍点照片就走。 我笑着谢过她, 打开手机, 给颜泽发了个定位, 到了。 这是我和她恋爱至今养成的习惯, 就是为了之前她忙碌结束后, 能以最快速度赶过来接我。 发完定位, 我推出去, 又给小妹妹发了个消息, 我到了, 在哪里等你? 我早就到了, 还找了个很适合拍照的地方, 姐姐你进来, 我在三厂房这边。 这工厂已经很多年气质不用, 杂草丛生。 又因为冬天寒冷, 天幕中积了层厚厚的云, 光线都被压在后面, 显得暗沉沉的。 我抱着相机深一角浅一角地往里走, 站在三厂房门口, 看着几台乱七八糟落了灰的机器, 没找到人影, 于是低头摸手机, 准备给她打个电话。 结果刚低下头, 身后忽然有股猛烈的巨大力道袭来, 把我整个人暗倒在地上。 灰尘飞扬里, 我看到一张陌生的, 神色猙獰的脸, 江婉秋, 直接叫出了我的名字, 看来不是激情犯罪。 一瞬间, 我什么都懂了, 提前两个月的约单, 伪装女性的身份, 又用特殊的拍摄要求, 不动声色把我引到这种僻静荒凉的地方。 她想要什么? 钱吗? 我掐着手心, 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你想要什么? 我劝你别冲动, 来的时候, 我已经给我男朋友发过定位, 他很快就会来接我。 男人不客气地冷笑, 你男朋友去外地出差, 现在恐怕都登机了。 我会仔仔细细地拍一遍照片, 如果你不怕散播的全网都是, 只管报警。 她说着, 用力扯下了我的短羽绒外套。 我尖叫一声, 白鹿让你来的。 这是违法犯罪, 她疯了吗? 她的人生和事业都被你毁了, 你觉得她还会在乎这个? 她一边说, 手一边继续撕扯。 薄毛山不堪重负, 很快也被强行脱下来, 露出里面的白衬衫。 冰冷的风吹过来, 灰尘堵住鼻息, 我拼了命地想挣扎, 疯狂尖叫, 但终究因为体型的差距, 只是徒劳。 几乎快要绝望的时候, 在我身上作乱的手忽然一顿, 然后传来众物倒地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 隔着一层朦胧的眼泪, 看到颜泽的脸。 那一瞬间, 我几乎以为是幻觉。 她丢下手里生锈的铁质扳手, 急促地喘了两口气, 然后一把将我从地上抱了起来。 那双一贯冷静的眼睛里, 怒意燃烧, 火星四溅。 我抖了抖身体, 挖地一声哭了出来, 颜泽,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想见你。 她拨开我凌乱的头发, 凝视我的眼睛, 所以跟河座坊那边说了一下, 明早再过去。 还好我没去, 秋秋, 还好我来了。 声音里满是劫后余声的后怕, 那落在我夹边的手指也在轻轻颤抖。 把我抱进车里, 打开暖风, 严泽才告诉我, 他想留下来陪我过生日, 所以从去机场的路上中途折返, 到门口发现我电话打不通, 察觉到不对劲, 就报了警, 然后拎着扳手进去找我。 我缩在他怀里, 情绪渐渐平静下来, 是白鹿。 环抱我的力道越发收紧, 严泽的声音冷急, 我知道了, 几乎是话音降落, 车窗外就传来 有远及近的警笛声。 被严泽打晕的男人被带走, 清醒后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 也承认了是出自白鹿的指使。 白鹿被抓来时, 看我的眼神里 带着令人心惊的怨恨, 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 我的商业价值调成负数, 已经接到的推广也全没了, 我的事业全毁了, 凭什么你还能过得这么好? 我被他极端又疯狂的神情吓了一跳, 往后退了一步, 定了定神, 才冷笑道, 你可不可笑啊, 白小姐, 上次那件事明明是你先作妖, 怎么现在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怎么, 只许你害别人, 别人不能回击? 严则把我护在身后, 冷冷地看着他, 证据是我拿的, 微博是我发的, 你有什么事怎么不敢冲我来? 你早就成年了, 犯了罪, 法律会让你付出代价。 白鹿嘴唇吸动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做完笔录, 走出警局, 严则给严阿姨打了个电话, 妈, 如果白鹿家里人给你打电话, 不要接, 如果上门, 也不要开门, 直接报警。 严阿姨惊讶道, 怎么了? 等严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过一遍, 他的情绪便变为愤怒, 简直是个疯子。 秋秋, 你在旁边吗? 你放心, 阿姨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不管白家人怎么说, 我都不会原谅他们。 我顺势接过电话, 和严阿姨聊了几句, 让她先暂时瞒住我妈, 然后挂了电话。 回家后, 我洗了个热水澡, 换了衣服, 严则又小心翼翼地帮我处理了伤口。 等她回来时, 我正坐在沙发上, 仰头冲她笑。 笑着笑着, 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严则, 我一边哭一边说, 我太开心了, 你真的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出现了。 过去的很多次, 在机场, 在那个孤立无援的小旅馆, 我都希望严则能如今天一般, 忽然出现, 救我于危难之中。 虽然迟了一些, 但总不是不到。 她抱着我的那只手, 在我背后无声收紧。 最终, 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安抚地拍着我的后背, 任由我哭完, 发泄完。 我一边扯着她的袖子擦眼泪, 一边问, 可是你怎么会忽然出现呢? 怎么会丢下那么重要的事情来找我呢? 严则沉默片刻, 拿出一只小盒子, 打开, 放在我面前。 因为这个, 盒子里是一枚光芒灿灿的钻戒, 一看就价值不菲。 今天是你的22岁生日, 我想把这个给你, 向你求婚之后再走。 严则低声说, 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 但, 秋秋, 我想和你结婚。 我没有应声, 于是严则的表情, 肉眼可见的, 一点点变得慌乱。 你不愿意吗? 他轻声问, 声音里染着狠淡的一丝颓气。 严则,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我丁客, 讨厌小孩, 就算我们结了婚, 我也不会要小孩。 我记得, 严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会去结诈。 那你赚这么多钱, 后继无人, 那就你一个人花, 多花点, 等我回来, 带你去买新相机, 买包。 他说着, 忽然想起什么, 等你考完驾照, 再给你买辆车, 你会后悔, 如果错过你, 我才会后悔。 他低下头, 细细密密地亲吻我手背, 在我的人生里, 爱情本来就是排除在外的选项, 所以当初我才会答应白鹿替他兜底, 因为觉得无所谓。 但如果早知道会有他害你这一天,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 他看着我的眼神专注又深情款款, 就好像我是他井井有条的严苛人生里, 唯一的冲动和意外。 所以, 和我结婚好吗? 我终于伸出手去, 看着他把戒指套上来。 好。 这一晚过后, 我和颜泽又要短暂地分离几天, 但我却无比安心地知道, 我和他拥有这一晚, 还有长长久久地往后余生。 我搂着他脖子亲上去, 颜泽, 我需要一些愉快的记忆, 来忘记今天的经历。 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弥漫骨血间, 却有漫长的欢愉。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晚安と, 晚安。 客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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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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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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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